眼前这个小女孩也太可怜了吧 她是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本该穿金带银圈粉无数 可自从她母亲去世以后 她就过上了漂泊无衣的生活 还时常跪倒在流浪汉的铁拳下 不仅如此 她还要把小公主卖到男爵那里来还自己的债务 而且时不时还要检查她的身体有没有瑕疵 根本就没拿她当人看 此时小公主眼里只有无限的绝望和痛苦 可却在逃跑途中她竟意外摔倒 还把那件宝物掉了出来 那是她父亲唯一留给她的东西 留给她的珍贵遗产 走着走着她就来到了一间小屋 里面还坐着一位大力水手 只见她掏出那件宝物就想换点钱财 可谁知她竟把宝物当成了咸鱼 还随手就给丢到了一边 只见小公主缓缓解开袋子 那个怪大叔一看肯定是什么地摊 可当她再仔细一看 竟被眼前这个宝物惊住了 下意识地质问小公主 这个是你从哪里偷来的 只见小公主用力嘶吼着 这是我父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没想到居然是这个文样 那个大叔好像明白了连忙拿衣服准备离开 当他再次回来 试镜带着一帮奇怪的人 看见小公主手里那个戒指以后 几个人一下就给他抓了起来 还把他关到了笼子里 等他再次睁开眼 就来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内 他害怕到连忙躲在角落里痛哭流涕 而他也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突然大门被打开了 门外还站了两个侍卫 吓到他浑身颤抖 只见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还询问了他的名字 然后用手又随意摆弄了小公主的脸 原来他叫阿泰斯是帝国的皇帝 也同样是你的亲生父亲 眼前这个小女孩也太惨了吧 他上一秒还跪倒在流浪汉的铁拳下 可下一秒就醒在了这纸醉金迷的宫殿之中 刚睁开眼就要学习这皇室的礼节 就像被囚禁了一般 宫殿之中竟有很多豹子石像 当他离近一看竟发现石像正在瞪着他 就像那个流浪汉一样 吓得小公主浑身颤抖了起来 满脑子都是他的叫喊声 皇帝的茶花会上 只见他贵族里一拉满 就连皇帝都夸奖了他 他的弟弟妹妹也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但是皇帝却不让他把最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 而是一个在外休养多年最近痊愈 才回宫的小公主身份生活 虽然皇帝说得很委婉 但小公主明白这是对他的警告 离开后的小公主刚松了一口气 就被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叫住 那时他的弟弟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面对他 只见小公主下意识地行礼 却又被他用语言嘲讽了 似乎是这偌大的皇宫内没东西可消遣一般 结果他自言自语却把自己逗得不行 可小公主气势却一点也不舒他 仅凭三言两语就把他气到发抖 当他指着小公主的鼻子要开始喷的时候 小公主却大气地给他赔礼道歉 看来这二位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上的 可就在危急时刻他的妹妹也来了 还是满口的人意道德 小公主也只是平静地回击 就把他对到一脸和善 小公主似乎也明白了 他和这二位之间段位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最后以他全责的结果结束了这场闹剧 你见过人类和猫猫谈恋爱吗 他是伟大的豹子神兽 是神兽中最为残忍的黑豹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体能却是人类无法超越的 但此时的他腿竟然受伤了 还趴到了我们的小弟那面前 可突然后面竟传来了一阵沙沙沙的声音 当他转头一看竟发现身后有两只小黄猫 结果他们一下就跳走了 小弟那一下子就明白了 原来是他们欺负你的吧 只见他凶凶地把那两个小家伙叫过去 咬了我们的尾巴的 小黑突然勃然大怒 明明是你们两个先从背后偷袭我 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小孩子吵架的场景 我们热心肠的小弟那刚要把小黑带走包扎 可他还不乐意了还说不愿意和陌生人走 只见小弟那呆呆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 然后伸手就要和他交朋友 并表示他自己一个人好孤单 我那个爸爸有跟没有一样 甚至连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都很讨厌我 只见小黑听完他的诉说以后 似乎感同身受了一半 他也曾被众人嘲笑 还被他们叫成了怪物 在小弟那的邀请下他再也绷不住 只见他一跃就跳到了弟那的怀中 虽然都这样了 小黑也是一脸傲娇地说并不是要和你做朋友 可小弟那却开心地把他抱了起来 为他有了自己第一个朋友而感动到痛哭流涕 眼前这个小女孩也太可怜了吧 她的母亲在她还没出生时就去世了 而前不久刚相认的爸爸也不喜欢她 就连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都非常讨厌她 而现在她只因交到一个朋友就会感动到痛哭流涕 突然皇帝的侍卫找到了她 小公主见状连忙把小黑塞进了怀里 可侍卫一个不经意间 竟发现了公主怀中的小黑 吓得他人都懵了 连忙拜倒在她的面前说道 拜见伟大的豹子神兽 只见小公主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 突然小黑跳了下来 一道金光闪过她进化为了人形 而且还是一个鲜花环绕的美男子 小弟那看着她都呆住了 只见她一脸傲娇地说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小猫咪了吗 公主始终不敢相信她的眼睛 小黑居然变成了人类 但即便如此公主还是很担心她的伤势 看她这勉勉强强的表情 公主却感觉她十分可爱 只见那个侍卫在后面暗暗地说道 那个少年是豹子神兽一族中最为残忍的黑豹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体能却是超乎常人 小黑听后上一秒还是温柔至极 可下一秒却摆出了蔑视一切的表情 给那个侍卫吓得在原地瑟瑟发抖 只见他缓缓抬起手臂 所以你找公主到底什么事呢 此时的小蒂娜心里扑通扑通的 这也是第一次有人站在她的身前 原来她是来给小公主送手镯的 看着事情已经办好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侍卫离开以后小公主还在用力抓着她 突然小黑调皮地问道 看到我的真身后有什么感受啊 只见小公主都要乐开花了 当然是十分可爱了 然后还邀请小黑到她的房间给她包扎 只见一阵金光闪过 她又变为小黑乖乖地躺在了蒂娜怀里 你见过这么傲娇的小猫吗 明明可以化为人形自己行走 可她偏偏要小蒂娜抱着 二人回到家后小黑才把她的名字告诉她 原来她叫不离地 知道她名字后的蒂娜开心得不得了 连忙给她缝合伤口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她的小爪子包扎好了 可是外面太阳已经落伤了 小蒂娜生怕她自己一个人回去有危险 结果小布见状直接就躺躺上不走了 没想到蒂娜居然会同意 这可让小布大吃一惊 因为在蒂娜眼里你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啊 只见小布傲娇地说 我可是看在你特意给我包扎伤口的份上 我才在这睡的 小蒂娜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原来人类身上会散发着一种狡猾又愚蠢的气味 所以人类与神兽之间就会有一定距离 突然小蒂娜也好奇地闻了闻自己 结果小布却说 你身上没有那种气味 反正你这种人类小孩也不需要知道 结果都聊到这了小蒂娜就有些不服气 通过询问年龄才得知 原来她是姐姐啊 这可给小布斗得不行 他们神兽是在某个时间突然长大 到时候在举行成年仪式 只见小蒂娜缓缓伸手 抚摸了小布的头部 结果给她吓得寒毛直立 小蒂娜还以为她生气了 原来是一摸她有种怪怪的感觉 可说着说着她脸还红了 这下小蒂娜明白了 那其他地方可以随便摸吧 小蒂娜终于把小黑带回家了 还帮她包扎了伤口 从那以后小黑就像是回自己家一样 常常出入小公主的别宫 而且每次来都会找各种奇葩的借口 即便这样小公主也是非常开心 可在皇宫的那一头 国王本来还对那个女生抱有很大期待 可那位对摩世也没什么反应 看来这一次也失败了 只有金发金魔的人才拥有的能力 她虽然有与她母亲一样的金色头发 但却没有遗传她母亲那金色的眼睛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能让那些 反抗皇权野兽屈服的能力 就比如那个长久以来玩弄皇族的豹子 这边蒂娜还在看书 露西小姐居然来找她玩了 三个月前露西被分配给蒂娜做侍女 在这个没有同龄人的冷清别宫之中 露西很快就和蒂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她第一次见到小黑的时候 红光满面地冲着小黑说 天哪好可爱的小猫咪啊 直到她看见小黑头上的变换时候 瞬间面色苍白地跪倒在地板上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不过那也只是暂时的 她看到我和小黑的相处方式以后 虽然有些害怕但也在小心地靠近着 这才过去几个月 现在的露西已经完全喜欢上小豹子 话说小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正当二位幻想着小黑那奇妙的深姿时 突然一只小爪子踏入了房门 当他们仔细一瞅 好像有些不对劲 猫猫真是有心了 居然还给蒂娜带来了礼物 就是这只看起来有些凄惨的小麻雀 这的确是给蒂娜一个不小的惊喜 但这只死去的小麻雀也太可怜了吧 只见小黑一头雾水地看着她 你赶紧给我起来 结果不论怎么叫她都是纹丝不动 如果你在这样装死的话 我就让你永远醒不过来 小麻雀一听这个一下子就醒了 小黑还给她认了新的主人 于是连忙为她刚才那副德性赔礼道歉 话说你最近怎么一直没来找我呢 小黑说她是去了一个神圣的山 给小黑下的秘密差点就要说出来了 难道这只会说话的麻雀也是神兽吗 她这一听神兽还扑隆了两下板 幸好有小黑在她才老实了下来 话说她现在还没有名字呢 只见蒂娜想了想 那就叫马约特怎么样 看小麻雀这反应应该是很喜欢 黄城外举办了射箭大赛 蒂娜突然拿出一个不给小黑围上了 还说如果不带着的话就去不了那里 她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是这样 最后也只能含泪带上了这块红果 狩猎场上只见黄帝和她的弟弟妹妹出场 可是小蒂娜却是一个人站在了旁边 似乎整个世界都与她无关 也只有小黑懂得她这种痛苦 随着大赛的开始 人们纷纷射杀天上的麻雀 吓得马约特不忍直视 看来他们举办这种活动一点意义都没有 还不如看树上的蚂蚁们 突然一只箭矢飞了过来 差点就射中了蒂娜 吓得她不由的浑身颤抖 仔细一看原来是她的弟弟 她当前那剑肯定是故意的 小黑这脾气顿时就上来了 一阵金光闪过 小黑一下就把她击倒在地 只见她用力地踩着 你这个卑贱的东西竟敢威胁我的人 她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人 竟敢在小黑面前欺负蒂娜 只见一阵金光闪过 黄毛瞬间就被小黑踩在了脚下 此时小黑的怒气值已经拉满了 你这个卑贱的东西竟敢威胁我的人 可黄毛在她脚下还在睁眼说瞎话 好啊话说我也不知道用多大劲能踩死你 无论黄毛怎么哀嚎也无济于事 那样只会加深她的痛苦 因为你威胁到了我的人 小麻雀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他们还杀了很多麻雀呢 可此时的蒂娜想起了以前那痛苦的经历 于是连忙抓住了小黑的胳膊说道 你可以挑那些不容易看见伤口的位置下手 这可给小黑下了一大挑 只见她微微一笑 朝着她的后背就用力地踩了下去 还和她说道如果你因为今天的事情 去报复蒂娜的话 那么那一天就会是你的死期 因为你惹上了最不该惹的家伙 小黑走开后黄毛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然后小黑还是一脸傲娇地让蒂娜抱她 还说我在你面前始终是那个小小可爱的野兽 只见蒂娜缓缓地蹲了下去 然后抱着小黑就开心地回家了 可另一头却不是很好 黄毛经此一战 还患上了发抖的病症 就连她姐姐都嘲笑了她的鲁毛 并表示你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无脑行为呢 万一你真的射中了她的话 那些耗石之徒一瞬间就会把这件事传得满城风里 只见蒂娜微微一笑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这个让无数人跪倒称臣的豹子神兽 竟会被区区一个线团给困住 二位看着她那小爪子不停挥舞着 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喜欢玩线团 可是没过多久她就拜倒在了线团面前 还得让蒂娜帮她解开 蒂娜看着她这个样子实在没忍住 结果一下子就拍到她的屁股上 给小黑整个欲哭无泪的 你是不想要你那双手了吗 只见小蒂娜呆呆地看着她 你还要吃我的手吗 我的肉可不好吃 我之前吃的都是垃圾一样的食物 小黑听后若有所思的样子 所以你要吃人的话就吃露西吧 给露西下的连忙说道 我们家族日渐衰落我也好久没吃过肉了 于是蒂娜就让小黑自己挑 你是想吃我还是想吃露西呢 只见小黑说道 还是等你们两个吃胖一点我再做决定吧 现在干巴巴地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不过吃之前我有一个问题问你 你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突然蒂娜变得低缠了起来 似乎并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只是潦草地说了个大概 而且她的手静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小黑突然凑上前对她说 那些折磨着你的痛苦记忆 我会全部帮你抹去的 所以等你想说的时候随时可以跟我说 随后二人就快乐地碰了鼻子 可蒂娜却突然换上衣服 原来她今天得去参加皇室的聚会 终于轮到小公主入场了 可迎来的却是满屋子的嘲笑声 就连她的弟弟妹妹也没有放过她 眼前这个小女孩也太可怜了吧 她本是皇室贵族之女 可当她参加贵族宴会时 迎来的却是满屋子的嘲笑声 就连她的弟弟妹妹也在其中 那个让她朝思暮想的皇帝终于出场了 只见她直接就走到了弟弟妹妹身边 似乎皇帝所有的爱都分给了他们 突然皇帝注意到了在一旁角落里的人 她仔细看了好久才认出来那个人是帝女 于是就让皇子和公主去找她聊聊 让帝国的公主一个人独处 看起来有些不成体统 只见他们假意地走了过来 可那个白毛好像注意到了帝娜 他们聊得热火朝天的 而且说的也不是帝国的语言 只见卷毛看着帝娜笑了起来 仿佛这才是她想要的结果 而且她还假惺惺地关心帝娜 但这比起流浪汉的铁拳还是差点意思 帝娜还勉强撑得住 但相比在这里浪费时间 帝娜还是喜欢去后院吹吹风 看起来卷毛像受挫了一般 没想到那种卑贱的东西居然听得懂 可白毛似乎对她有点感兴趣 看来还是在外面的帝娜更自在一些 找到一个地方就坐了下来 而且她还带出来了一个超好吃的派 是她从来都没有吃过的味道 咬上一口满满都是甜蜜 可她竟凭空对小黑说话 不一会地攻复小黑竟出现在了她的派上 小黑都懵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原来是蒂娜在窗边看见了一个女人 仔细一看竟是一只小小可爱的小猫咪 所以你是担心我才来的吗 只见小黑要娇得摇了摇头才不是呢 你见过这么爱吃醋的猫猫吗 只因这个男生送给蒂娜一件礼物 小黑就把她的腿给要伤了 这边蒂娜和露西还在玩军棋 结果却被门铃声吵到了 原来是罗德森府的皮鲁公子 蒂娜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宴会上的那个人 难道她是阿代拉公主派来挑衅我的吗 只见皮鲁公子一脸笑容地看着蒂娜 可蒂娜却并未感到高兴 突然她递给了公主一个小盒子 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块巨量无比的宝石 那是在她家族的矿山中挖掘出来的 只见蒂娜一脸呆呆地看着她 还是不了解为什么要给她这个 原来这个是公爵府为帝国的公主制作的 因为我是公主所以才给我的 没想到之前一直被无视的蒂娜 现在居然享受到了这种待遇 正当布鲁要把这个宝物交给蒂娜使 小黑突然飞了出来 幸好露西及时给她把头巾带上了 然后她又掏出了一封短信 那是她生日派对的邀请函 当小公主接过手以后 小黑又把她送的糖果给推倒了 可这还没完她又朝着布鲁的腿咬了一口 给她疼得都跪了下来 布鲁剑撞此地不宜久 莲芒先行告退了 目送她离开以后莲芒对小黑说 你今天是怎么了 只见她一脸傲娇地摆了摆头 看来这神兽也有心情不好的那天 可此时小黑的目光全在那个瓶子上 她是越丑越来气啊 还说她的花坛里盛开的花 比这些好看一百人 只听光当一声花瓶就摔碎在了地上 突然蒂娜猛然起身 莲芒伸出手把她的爪子掏了过来说道 你的小爪子没有受伤吧 蒂娜的花瓶就来气 一下就把她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给蒂娜吓得都跳了起来 连忙上去关心小黑有没有受伤 心疼得不得了 可小黑还在想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来这里 为什么要给你邀请函 又为什么要送给你花茶呢 这波一问三连给蒂娜都问懵了 真是让本猫猫无法理解 难道你们人类都是这样亲自邀请别人 参加自己生日聚会吗 而蒂娜只能用那尴尬而不失礼的笑容回忆 并表示她自己也不清楚 结果小黑更加恼火了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突然蒂娜把小黑叫住了 还把她的爪子搭了上来 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你先冷静一下怎么突然发那么大的脾气 只见小黑默默地叹了口气 那你还要去参加聚会吗 小公主想了想 毕竟她是公主总是刻意避开这种场合也不太得体 可是她一想到他们说的古语就犯着了 她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听懂了吧 突然小黑问她 你想学古语吗 蒂娜都呆住了想学也没有人教啊 就连书库里也找不到相关的书籍 只见小黑灵光一闪 本神兽就可以教你了 此时蒂娜眼里只有无尽的崇拜 可在小黑眼里那不就是洒洒水了 只见蒂娜开心地把她抱了起来 然后疯狂地转圈圈 小黑也不抵抗了 而且最近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 给小黑整的脸通通了 此时的世界仿佛只能装下他们两个人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小公主吗 看到小黑的真身后 竟然害羞地连话都不会说了 没想到小黑竟然会说古语 只见笔墨指焰已经准备好了 蒂娜还在好奇 小黑怎么用她那只小小的爪子握 要是沾到墨水的话 一定会在纸上留下脚印吧 想想就觉得可爱 可正当她在脑子里幻想那个场景时 一阵金光闪过 瞬间一个品学兼优的美男子出现了她眼前 而且她的眼里还藏满了深情 只见小公主呆呆地望着她 似乎比刚才拘谨了很多 话说你怎么忽然变成人类的形态了呢 小黑突然拿起笔说 我保持猫猫形态的话就没法拿笔了 那么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单词学起吧 只见小黑用心地写着 而且还和小公主离得非常紧 给地内整得满脸通红 可突然小公主说道 我看不懂啊对不起我不识字 此时的小公主失落地低下了头 只见小黑微微一笑 用手摸了摸她的脸 蒂娜害羞地都要冒烟了 这和小豹子形态时的反差也太大了 但幸好露西会写帝国语 那么我不在的时候就有你教蒂娜帝国文字了 可突然小黑察觉到不对劲了 你从刚刚开始这是怎么了呀 是不是因为我太帅了 看来你还是无法适应我这个样子 伴随着一阵威风 她又变为那个呆萌的猫猫形态 虽然人类形态的小黑也很帅 但是每次看见她那个样子的蒂娜 都会惊慌失措 小公主终于和国王相见了 而此时国王就在她的眼前 这边蒂娜还在公园复兮古语 正当她一脸疑惑地看着卷子时 突然一个人来到了她的身后 没想到竟是皇帝大人 蒂娜见状连忙弯腰行李 只见国王对她说 你现在能够适应皇宫的生活吗 蒂娜微微地点了点头 话说你和你妈妈莉莉长的真相 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这边蒂娜一脸憔悴地回来了 结果皮鲁公子又送来了一份邀请函 应该是因为今天是聚会的日子吧 蒂娜不由地咽了一下口水 那就拜托露西帮我准备一下吧 突然小黑在后面探了探头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 蒂娜想了想要是别人发现小黑的话 一定会给她带来麻烦的 只见她摇了摇头还是不用了吧 可突然小黑把她叫住了 你也不喜欢和野兽一起出席活动吗 蒂娜都懵了 你说什么呢呀小黑 为什么会这么问 给蒂娜都急得不行 可这不由地让小黑回想起了以前的经历 你们人类不都是这样对野兽的吗 反正要是有人在宴会欺负你的话 你就用牙齿咬她 只见蒂娜握着她的爪子说 你今天就和露西一起好好玩吧 露西健壮一下就把线团抛了起来 小黑看见以后像看到宝贝一样 一口就把线团咬住了 然后自己玩得不易乐不 小公主如约来到了布鲁的生日宴上 可她的心还在惦记小黑和露西 他们俩应该会玩得很好吧 之前我总是会把小黑紧紧地抱在怀里欺负她 而露西和她一起玩的时候都是和蔼可亲的 总感觉小黑对露西十分亲切 此时的蒂娜竟然伤感了 随着大门的打开 蒂娜又见到了贵族的那帮人 这次不一样的是白毛竟然主动来和她搭话 可突然卷毛却挡在了他们中间 只见蒂娜用鼓语问候了她 这可让他们大吃一惊 可突然卷毛竟注意到了蒂娜身上的胸针 她这脸一下子就黑了下来 没想到布鲁那个家伙居然还把胸针给了蒂娜 只见卷毛咬紧牙关 下次请你做好选择 究竟是蒂娜还是我 我可不想承认她的身份也不想和她变得亲近 只见蒂娜在旁边大声地说道 就按他们说的做吧我没关系的 还有我大可不必为了融入你们像条狗一样跟着跑来 所以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 不要像个木偶一样在那里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这顿话语可让卷毛颜面扫地 被说到全身发抖 于是莲芒就要撤退 话说那家伙刚刚说的是古语没错吧 难道是皇帝陛下亲自教他的吗 卷毛一听头都要欺诈 莲芒按了按太阳穴缓解一下 只见管家突然说道 马车的车轮出现了异常 恐怕很难马上出发了 这应该并非人类所谓 可后面的黄毛还在添油加醋 真是嫌卷毛没有气受 皇宫内蒂娜还在为刚才发生的摩擦而道歉 但她比白毛想象中更加坚毅 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呀 可是即便如此那些高贵的人们 也没有权利无恕 蒂娜这番话倒是给白毛深深的迷住了 突然蒂娜说道 你以后就不要再找我 或者邀请我参加宴会了 可能卷毛已经觉得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 所以我以后不能接受你的好意了 实在抱歉 这波给白毛拒绝的那是一干二净了 但却深深的捕获了她的心 这边小黑还没来 露西就有点想念她了 不过说起来神兽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到底好不好 这点小麻雀最有发言权了 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是一般的差 人类和神兽之间进行过非常残酷的战争 直到现在神兽大人们提起此事 还是会恨的咬牙切齿 蒂娜继续问道 那他们问什么要打仗啊 这可触及到小麻雀的知识盲点了 蒂娜都差点忘掉它是一只小麻雀了 突然露西说道 在统治神兽的神灵全部消失之后 人类和神兽之间就展开了战争 那这就根本是在以软机时啊 总之这场战争使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可这是小麻雀又开口了 人类烤的饼干比神兽大人们好 突然蒂娜把小麻雀抓住了 然后用力地抛出了窗外 你见过这么爱吃醋的猫猫吗 只因蒂娜带着别人送的手镯 她就把手镯给叼走了 那个是皮鲁公子临走前送的 信上还写着她要去其他国家学习 当小公主打开礼盒的瞬间 一个闪亮的镯子净出现在了她眼前 就连小麻雀都爱得不要不要的 而且不论从大小还是光泽来看 都是十分贵重的样子 看来她家是真的很有钱了 烟薄的马车上 皮鲁公子还在算着时间 现在她应该已经收到礼物了吧 混杂着背贱血液的平民公主 但她的眼睛却是那样正直 干净 虽然没有学过什么知识 但她的态度却出奇地自信 而且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完美地学习了孤语 如此干净利落地击败了卷毛 而且还笑着对我说不要再见面了 没想到我竟对她心动 虽然布鲁这次要离开几年的时间 但她却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她能够给予蒂娜公主所有的东西 可以在我身边享受幸福的生活 或许作为公爵继承人的我来说 想要取得皇位也未尝不可 可蒂娜这边还在快乐展示着那个手中 突然小黑也跑了过来询问 那个闪闪的东西是什么 可小黑的到来却给蒂娜吓了一条 难道你收到了礼物 小黑看着蒂娜的样子似乎若有所思 之前我把马约特送给你的时候 为什么一点也不高兴呢 可小公主还在展示那个手镯 只见小黑慢慢叙裂 一下子就朝蒂娜跳了过去 然后瞬间就把那个手镯摘了下来 叼起她就从窗户上跳走了 此时的蒂娜站在那里有些疑惑 距离小黑叼走手镯已经过去一周了 但蒂娜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么左 而且小黑在蒂娜的心中地位远远高于那条手链 这边露西和马约特也要离开了 偌大的房间内只剩小公主一个人 突然感觉世界变得好安静了 难道小黑明天也不来吗 蒂娜却发现原来她连小黑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想着想着她竟睡着了 然后又梦到了一个长得十分吓人的怪物 蒂娜突然被吓醒 结果小黑居然在她的面前 只见她揉了揉蒂娜的脸叫她快起床 原来是梦啊虚惊一场 只见小黑乖乖地等着蒂娜洗漱 话说你都很久没来玩了吧 可突然小黑走了上来 嘴里还叼着什么东西 当蒂娜仔细一看居然是一枚戒指 难道这是给我的吗 此时的蒂娜都要开心地跳起来了 难道是因为小黑丢了那条手链 所以用这个戒指来代替吗 虽然稍微有点大 但蒂娜还是非常喜欢 不过看见戒指的小公主 突然想起上次国王送给她的项链 而且最近陛下对她的态度 好像有那么一点奇怪 突然更换了蒂娜的家具 还送了她一条项链 好像是从那次在花坛聊过天之后 她才对我态度发生转变的 但即便这样蒂娜还是希望她不要再关心她 可突然小黑却说 以后我送礼物给你 所以你也别再受那个人的信了 眼前这个让皇帝都惧怕三分的豹子神兽 居然会败倒在一根木棍面前 这边猫猫好像吃错了 还让蒂娜在她和布鲁之间选一个 这可给小公主为难坏了 毕竟公爵继承人的权力要比她大 猫猫听到这个以后居然变得急躁了起来 只见蒂娜一脸笑容地对她说 别担心了 那位公子不会来了 听说她去了很远的地方 结果小黑一听这个结果竟然偷着乐了起来 话说你也真是的 还让我做选择 她怎么能跟你比呢 以后就不要再问那种荒谬的问题了 此时的猫猫好像赢得了全世界 突然露西走了过来 而且手里还抱着什么东西 还是她拜托侍从好不容易搞到的东西 只见她递给小黑一根木棍 而且还带有特殊气味 听说这个是猫咪非常喜欢的植物 突然小黑闻着闻着脸居然还黑了 只见她缓缓跳了下去 抱着那根木棍就仔细品尝了起来 二位都被她的样子门翻了 没想到她居然会那么喜欢 突然蒂娜问她 你是选我还是选这根树枝 只见小黑突然从梦中惊醒 手里的木棍顿时就不像了 然后瞬间就化为了人形 朝着蒂娜那边看了过去 此时的蒂娜脸都红了 而小黑还离她越来越近 当然是选你啊蒂娜 然后就用手搭在了她的脸上 可蒂娜总感觉 今天变成少年的小黑有些反常 也许是因为那根树枝的缘故吧 你见过这么会撩的猫猫吗 躺在蒂娜怀里 还说着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这边西奇拉王国与帝国之间签订了协议 他们还特地派了王国的王子 和几位贵族来帝国访问 虽然不是什么大型的活动 不过整个皇室 还是齐居一堂的欢迎来访的特使们 公主们也是如此优雅 陛下一定会很欣慰吧 可突然脚底竟钻出来一条巨蟒 给卷毛吓得花容失色的 莲芒大声尖叫了起来 还好那个小家伙是不咬人的 突然皇帝注意到了地呢 即便都要蟒蛇缠身了他 也是纹丝不动 只见国王微微一笑 看来你现在已经完全是皇族的样子 可一旁的卷毛却变得阴沉了下来 莲芒为刚才那不成熟的表现而道歉 看来阿戴拉还没长大呀 你现在只要躲在朕的怀里享受保护就好 蒂娜虽然得到了陛下的肯定 但是也贪心不起来 因为她知道不论受到多少称赞 也不会得到更多传爱 可突然蒂娜竟在前面的窗户上 看到了两个小耳朵 此时她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难道小黑是怕我像上次那样 被冷落才过来的吗 话说真正的家人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蒂娜有点想念小黑了 可突然她竟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的 当她仔细一看居然是小黑 原来在蒂娜走以后小黑实在太无聊了 就从刚开始一直跟着蒂娜 蒂娜看着她心中无限的委屈全都涌不出来 于是幸福地把小黑抱在怀里 你见过这么会撩的猫猫吗 躺在蒂娜怀里还说着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这边西齐拉王国与帝国之间签订了协议 他们还特地派了王国的王子和几位贵族来帝国访问 虽然不是什么大型的活动 不过整个皇室还是齐居一堂的欢迎来访的特使们 公主们也是如此优雅 陛下一定会很欣慰吧 可突然脚底竟钻出来一条巨蟒 给卷毛吓得花容失色的 莲芒大声尖叫了起来 还好那个小家伙是不咬人的 突然皇帝注意到了蒂娜 即便都要蟒蛇缠身了她也是纹丝不动 只见国王微微一笑 看来你现在已经完全是皇族的样子 可一旁的卷毛却变得阴沉了下来 莲芒为刚才那不成熟的表现而道歉 看来阿戴拉还没长大呀 你现在只要躲在朕的怀里享受保护就好 蒂娜虽然得到了陛下的肯定 但是也贪心不起来 因为她知道不论受到多少称赞 也不会得到更多传 可突然蒂娜竟在前面的窗户上 看到了两个小耳朵 此时她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难道小黑是怕我像上次那样 被冷落才过来的吗 话说真正的家人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蒂娜有点想念小黑了 可突然她竟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走 当她仔细一看居然是小黑 原来在蒂娜走以后小黑实在太无聊了 就从刚开始一直跟着蒂娜 蒂娜看着她心中无限的委屈权都涌得出来 于是幸福地把小黑抱在怀里 皇室的贵族宴会上 只见黄毛吃着饭还心事重重的 而且脑子里想的都是蒂娜的侍女露西 结果自己的脸还不经意地红了 给露西都整疑惑了 昏暗的房间内 黄毛躺在床上 结果睁眼闭眼脑子里想的全是露西 而且脸还总是不自主地红了起来 这可给她为难坏了 只见她疯狂挠头 我不可能和她交往的 所以我不可以喜欢她 原本阿代拉就已经对我继承皇位产生威胁了 我得找一个能够帮助我稳固皇权的人才行 反正对于皇族而言的婚姻 不过是一场利益的交换罢了 这边蒂娜他们还在外面也应玩耍 而且帝国的赛马大赛很快就要举办 只见蒂娜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我可能不知道怎么骑马 于是他们就决定去周边的赛马训练场参观 而此时的黄毛也来到了那里 可在一个不经意间 她竟注意到了陆熙他们 没想到他们居然也会来这里 黄毛那脸一下子就红了 正当他们讨论赛马时那帅气的样子时 小黑却一脸疑问 骑在马上很帅吗 突然小黑跳了下去 只见他挥舞着小手 似乎十八般舞一样样精通 果然小黑还是帅气的 可在地那个视角里 小黑真的很想在陆熙面前好好表现 突然一阵叫喊声传来 黄毛竟然从马上摔了下来 没想到他竟会为了一个女人分心 还把脚给扭伤了 皇室的贵族宴会上 只见黄毛吃着饭还心事重重的 而且脑子里想的都是地奈的侍女陆熙 结果自己的脸还不经意的红了 给陆熙都整一货了 昏暗的房间内 黄毛躺在床上 结果睁眼闭眼脑子里想的全是陆熙 而且脸还总是不自主的红了起来 这可给他为难坏了 只见他疯狂挠头 我不可能和他交往的 所以我不可以喜欢他 原本阿黛拉就已经对我继承皇位产生威胁了 我得找一个能够帮助我稳固皇权的人才行 反正对于皇族而言的婚姻 不过是一场利益的交换罢了 这边蒂娜他们还在外面也赢玩耍 而且帝国的赛马大赛很快就要举办 只见蒂娜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我可能不知道怎么骑马 于是他们就决定去周边的赛马训练场参观 而此时的黄毛也来到了那里 可在一个不经意间 他竟注意到了陆熙他们 没想到他们居然也会来这里 黄毛那脸一下子就红了 正当他们讨论赛马时那帅气的样子时 小黑却一脸疑问 骑在马上很帅吗 突然小黑跳了下去 只见他挥舞着小手 似乎十八般舞一样样精通 果然小黑还是帅气的 可在蒂娜的视角里 小黑真的很想在陆熙面前好好表现 突然一阵叫喊声传来 黄毛竟然从马上摔了下来 没想到他竟会为了一个女人分心 还把脚给扭伤了 你见过这么傲娇的猫猫吗 只因蒂娜长大了 就不愿意被他抱在怀里了 这边露西来叫蒂娜起床 结果却看见了眼前这一幕 此时露西还以为是有入侵者 可当他看见了那个人头顶的宝石时 他瞬间就明白了 这边小黑还在休息 突然艾莎大长老找到了他 原来他此次前来是和他探讨小黑的见证者 通常是由父母作为见证者的 不过听艾莎大长老这意思 好像要做小黑的见证者 但小黑想选一个皇族的人做见证者 而且从人类那里获得祝福也挺有意思的 艾莎长老还对此有些疑惑 但此时小黑心里只有蒂娜 仪式结束后还会从哈拉 桑迪 你三者中选出一位首领 在此之前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皇宫那国王还在为那个见证者的事而犯愁 真是不甘心让皇族去当野兽的见证者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 突然皇后想到了蒂娜 他也是我的孩子 于是就连忙请他来了一趟 据说豹子神兽一族即将举办一场仪式 而且他们想让你作为见证者前去参加仪式 虽说那里很危险你会去吗 只见蒂娜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会去的 可国王却欲言又止 皇后见状就连忙让他退下来 可皇宫的另一头 卷毛知道蒂娜要去参加神兽们的仪式时 他这脸一下子就缠了下去 似乎想到了什么计策 眼前这个让皇帝都闻风丧胆的豹子神兽 居然成了女主的工具人小弟 这边小黑邀请了蒂娜去做见证者 就是在举办仪式的时候 坐在旁边不停点头 连蒂娜自己都怀疑能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不过这种情况你应该提前和我说呀 当才陛下突然叫蒂娜去神兽的丛林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只见小公主突然抓起她的小爪子 就疯狂在信上盖章 但去丛林的话需要我提前准备什么吗 那么重要的日子我可不能出错 只见小黑一脸高兴地说道 你只要人到场就够了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 蒂娜突然重复了一遍小黑刚刚的话 说的就像是要办婚礼一样 小黑一听到这个寒毛都立起来了 说话都磕磕巴巴的 我只是请你做仪式见证者而已 原来那只是蒂娜和她开的一个小玩笑 可小黑此时都将在那里了 话说露西现在也在上新郎课程 虽然还没找到新郎的人选 很明显这是蒂娜在刺激她 但小黑的反应竟如此的大 她看着小黑的反应却有些郁闷 看来她果然很在意露西啊 蒂娜的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 可突然小黑反应过来 难道你和露西现在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吗 只见蒂娜点了点头 小黑看着她都懵了 没想到会这么快 但此时的小黑在蒂娜眼里 像是变成了一只白色的豹子一般 难道露西要结婚的消息 对她冲击那么大吗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猫猫吗 只因蒂娜在她面前提了结婚二字 她就会慌得不行 仿佛是要立马和她办事一般 可这却是蒂娜和她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但是他们族群也不会这么早进行婚陪 可她突然看出蒂娜脸上的困惑 于是她的小脑袋就在飞速运转着 而且还在不停地自言自语 给后面的蒂娜都看得一脸懵 而且小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听不见 话说今天的小黑真的好奇怪 是因为长大了所以才这样的吗 看来野兽也会经历感情的萌动期啊 三天后的皇城门外 蒂娜小公主已经准备救许 而且皇帝陛下也是亲自前来送她出行 还专门叮嘱了蒂娜让她小心行事 马车已经走远了 可陛下还是站在那里 由于这场意外的送行 让蒂娜的内心浮现出一种微妙的感觉 直到我到达神兽的丛林这感觉也并未消散 来到森林的小公主也格外受欢迎 而且这场仪式还并不是只有小黑 仪式终于开始了 虽然小黑已经简单地和她说明了流程 但蒂娜还是非常紧张 今天的仪式主人公是三只小豹子神兽 见证者们和他们面对面的作者 而且还有很多大神兽围绕在场地四周 他们用自己锋利的尖牙咬破爪 然后将血抹在小豹子的额头上 蒂娜也在心里默念千万别害怕 因为今天对于小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 小黑的见证仪式终于到来了 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所有神兽的祝福 从现在开始小黑就是一名真正的神兽了 伴随着仪式的结束 蒂娜却在原地僵住了 当蒂娜听到丛林中充斥着神兽们的吼叫声时 她才意识到小黑跟他们一样都是可怕又伟大的野兽 此时的蒂娜还深陷在儿时的恐惧之中 但在小黑的不停叫海下 蒂娜突然醒了过来 还把小黑用力地抱在怀中 果然小黑和他们不一样 他总是会用这样温柔的眼神注视着我 既然仪式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只见神兽们突然把他们围了起来 给小黑吓得直出冷汗 应该不能在大家面前表现得这么清净的 话说咱现在应该去哪里睡觉呢 这四周除了一望无际的树林以外什么都没有 只见小黑说道 那就去我家吧 给蒂娜都惊到了 你居然还有家 那是让人类帮他建造的 因为小黑也不喜欢睡在潮湿的泥土上 通过刚才的见证仪式蒂娜才得知 那两只小豹子 是以前你从悬崖上掉下来时和你在一起的那两只吧 他们好像不认识我 可这倒是很正常 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类其实长得都差不多 只见蒂娜郑重其事地问道 那你也觉得我和别的人类长得差不多吗 只见小黑斩冰截铁说 你可是独一无二的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猫猫吗 只因小公主要当着她的面换衣服 她都快把头埋到地底下了 这边小公主第一次来到小黑家里 结果就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 没想到猫猫居然还会打扫卫生 然后小黑就让小公主先去洗澡了 蒂娜从晚上一直跪到深夜也是十分难受 可她竟当着小黑的面就开始脱衣服 咱家猫猫哪见过这场面 都差点把头埋到地底下了 给蒂娜都给整蒙了 她原本也只是想要解开肩带人 可不知为何小黑越这样蒂娜就越想捉弄她 话说你为什么会害羞啊 你不是也一直光着吗 你黑色的毛皮上面可是什么都没穿吗 这给小黑气的 你再这样小心我变成人类形态 你全都脱光光 可蒂娜不但没害怕 甚至还期待了起来 一头泛着乌蓝色光芒的头发 还有一双美丽的紫红色眼眸 确实是能够让人感受到神圣的气息 但是对于已经长大了的蒂娜来说 即使小黑在她面前脱光 她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那就随便你吧 求小黑此时的心理阴影 竟然被蒂娜嘲笑了 当小黑确定蒂娜已经离开后 她才把头转过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在你面前变成人类形态 我一直都在竭力地控制自己 这边蒂娜都洗完澡回来了 可小黑还是没有睡觉呢 而且还一脸紧张地让蒂娜先睡 原来她一直都在想那件事 到底是哪个家伙让你那么痛苦 蒂娜终于睡到小黑家的床了 可她却并不开心 她一想到蒂娜以前的经历 就会恨得牙齿痒痒 原来蒂娜以前为了活下去 去了一家旅馆打工 如果不在那里工作的话 蒂娜就会被卖给那些变态大叔 她以前的那段日子过得无比煎熬 而且旅馆老板当时知道蒂娜那个情况 所以她常常会对蒂娜拳脚相加 特别是在她过生日的那天 村里的阿姨送蒂娜一块饼干做礼物 可那个男人还是没有放过她 最后也只能在地上绝望地看着那块饼干 小黑听完她的经历以后再也冬不住了 你和我一起再去一次那家旅馆吧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她究竟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 蒂娜听完小黑说的话后 被她深深地感动了 心里无限的委屈在那一刻全都涌了出来 因为小黑知道要想彻底抹去蒂娜内心的恐惧 就必须要这么做 蒂娜最后哭得连力气都没有 抱着小黑躺在地上说道 遇见你真是我最大的性命 只见小黑和他碰了碰额头 我一定会当上首领的 但第二天小黑却无比憔悴 应该是昨晚太过专注了没睡好 可突然竟出现了一群党路人 当他们仔细一看竟然是一群山子 一个个都凶神恶煞的 只见小黑让蒂娜先下马 然后一脸和善地看着他们 不一会的功夫一阵飓风吹来 给他们搞的那是前仰后凡 但这在马儿的眼里 不过就是洒洒水 可突然蒂娜注意到了身后的那个人 居然拥有金发金毛 蒂娜终于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故乡 要不是有小黑陪着 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踏入这个地方了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位挑水的男生 蒂娜一眼就认出了 他是那间鞋匠铺的孩子 只见蒂娜热情地给他打招呼 他应该是没认出蒂娜来 可给这位没见过女生的小伙 看得脸通灰 只见他来到了那间旅馆 推开门的那一刻 就看见了那位旅馆老板 果然他也认不出我了 因为现在的蒂娜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个曾经被你殴打的懦弱孩子 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曾经在蒂娜眼中那么恐惧的人 现在看起来竟是如此卑微 突然老板娘也纹身赶过来 于是这二位就高兴地给他带路 可结果静音一个回眸 居然让老板娘认出了他 那个男人更是翻脸比翻书都快 看来他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啊 伸出手就要教训蒂娜 给小黑气的都要动手了 只见蒂娜把手抽了出去 然后用力地扇了他一个大嘴巴 给老板娘都吓傻了 然后猛地踹向他的大猪蹄 这个男人刚要举手反击 却被蒂娜的话语吓住了 难道你现在也知道害怕了吗 真是奇怪啊 以前那么喜欢打我的人 居然也有怕的时候 看来你还是没有为 当年做过的事情后果 只见蒂娜一脸腹黑地说 我现在就想惩罚你这种人 你说我能不能做到 你见过这么霸气的女生吗 面对之前伤害过她的人 也是毫不留情地选择反击 可当她关上门的那一刻 仿佛一切都释放了 累到瘫倒在地 不过你表现的是真的吧 这边女老板还在为蒂娜熬汤 这已经是她做的第四次了 每次都被蒂娜回绝 只见她一脸腹黑地说 这丫头居然不念及 我们当初收留她的恩情 这边旅店老板走了过来 正好蒂娜要送给他们一件礼物 其实早在前一天 蒂娜就找到了这间旅馆的主人 最终以一颗宝石买下了这间房 所以正如你所看到 现在这间旅馆的抵押权 已经转让给我了 给她吓得脸都黑了 只见蒂娜心平气和地说道 麻烦你快点从这间旅馆里搬出去 因为我要准备把她奖励给我的侍女 无论她怎么求情也无济于事 之前那个懦弱的小蒂娜 已经不复存在了 夜幕降临 只见这个男人鬼鬼祟祟的 看来还要动些歪心思 可突然她被一个声音叫喘 当她回头一看 居然有一位美男子坐在窗边 只见她微微一笑 这个男人彻底麻烦 第二天小黑一大早就叫蒂娜起床 还嚷嚷着饿了 只见蒂娜一脸懵 为什么你今天会这么饿啊 难道你凌晨出去运动了吗 可当她一下楼却看见了眼前这一面 老板娘一直哭丧着脸 检察官也来到了这里 昨天晚上这里的店主看起来像被袭击了 只见小黑傲娇地看着她 跟我们没关系 小公主终于从神兽森林回来了 可接下来的一个月都见不到猫猫 贵族宴会上黄毛突然跑了过来 还悄悄地询问蒂娜参加神兽仪式的感觉 只见她一脸遗憾地说 其实我也想去神兽森林看看 这边国王突然走了过来 然后抓起蒂娜的脸就仔细地看了 生怕这趟回来缺点什么 只见蒂娜开心地说道 他们还真诚地欢迎我呢 突然国王开口 真是和她妈妈越来越像了呢 还用手温柔地抚摸了蒂娜 结果这些举动都被远处的卷毛看到了 给她祈祷全身发抖 并说道 那些原本都是属于我的东西 话说那个奸丫头 怎么会连一道伤疤都没有就这样回来了呢 那群没用的土匪们到底做了啥 必须得好好审问一下他们 昏暗的房间内只见蒂娜端坐在床上 此时她的脑子里想的全是小黑 而且接下来的一位月他们都见不到面了 而且她也没说出原因 不过举行仪式之后 就是为了争夺首领的战争吧 虽然小黑作为当事人表现得十分淡定 但蒂娜还是十分担心小黑 我的小猫咪可一定不能受伤啊 第二天蒂娜就找到了露西 还说要一起去神兽森林采影物 可突然黄毛走了过来 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只见她一脸好奇地问她 你们要去哪里啊 蒂娜就跟她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地 黄毛看见露西后竟变地拘调了起来 只见她害羞地说道那我也一起去吧 小公主他们终于进入了神兽森林 没想到他们还找到了一颗千年老树干 上面长满了新鲜的蘑菇 而且小公主居然连什么品种都知道 只见露西一脸好奇 公主殿下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啊 突然黄毛说道 她这个卑贱的家伙经常到后山找吃的所以就知道呗 没想到一下子就猜到了 可露西却一脸心疼地看向蒂娜 这个黄毛都给弄紧张了 我没有再鄙视她 是因为这都是事实 突然蒂娜叫露西去摘野草莓 结果黄毛也要去 想去的话那你就先道歉 只见黄毛一脸惊讶地看着她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突然就慌张了起来 没想到她竟放下了尊严给蒂娜道歉 只见她卑微地点了点头 看来她是真的想和露西一起去 自尊心那么强的皇子殿下居然道歉了 那还愣着干嘛快点来踢蘑菇篮子呢 话说我们走到这么深的地方真的没关系吗 以前仅仅是靠近森林的警戒线都很危险 只见蒂娜说道 有野草莓生长的地方都是没问题的 虽然随便进出整个神兽森林有些勉强 但通往野草莓林方向的路口和树林 小黑已经用爪子做了标记 现在这条路应该比黄宫的花园还要安全 但是总感觉有点奇怪 虽然嘴上说不上来 但是这里未免也太过安静 就连鸟叫声和虫鸣声都没有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小公主居然在神兽森林迷路了 走着走着就会看到一些没见过的景色 此时王子把二位搂在了怀中 这里不是哀蒙标记过的地方所以很危险 只见王子一脸自责 一开始你们说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应该阻止的 可蒂娜却说 如果有错的话也应该是我的错 我当初就不应该提议来这 但面前还是先从这座森林里逃出去再说吧 突然皇子说道 这里很危险你们两个一定要靠近 这也是蒂娜第一次感觉到拉尔特真的像我的弟弟 可突然竟从身后传来了一阵嘶吼声 当他们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头熊 给蒂娜他们吓得全身发抖 只见蒂娜咽了一下口水 拉尔特我们分头跑吧 你带着露西往左边跑 我往右边跑 只见蒂娜微微一笑 露西一会我们在皇宫里见了 随着蒂娜逃跑的声音 也成功地把狗熊吸引了过去 突然蒂娜大声呼喊挨蒙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是我把他们两个人置身于危险之中 蒂娜竟不小心摔倒了 狗熊也离他越来越近 可是都到这时候 他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小黑 当他以为一切都完完了的时候 只听喷的一声 艾蒙竟将狗熊踩在了脚下 此时的蒂娜都猛了 原来那时艾蒙还在决斗 而且还是以绝对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可他突然听见了蒂娜的喊叫声 于是就连忙赶过来 可当艾蒙要吃掉狗熊的时候 蒂娜却把他叫住了 时隔一个月 小黑和蒂娜终于见面了 看着受伤了的蒂娜小黑心疼得不得了 但突然他想到了露西 于是连忙说道我们得去保护他 话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 这片野兽森林一到夜晚就危机四伏 看着蒂娜一脸自责 艾蒙也没有再说下去了 王子这边的危机还没解除 可突然艾蒙一个神龙百尾就把他甩飞了出去 话说你们俩都为什么在一起 而蒂娜只有一个人呢 只见艾蒙冷静了一下 心平气和地对露西说道 你没事吧 看着健健康康的露西 艾蒙似乎也放心下来了 只见小公主一脸疑惑 为什么她对我发那么大会 对露西却那么温柔呢 她刚刚还质问 为什么露西和拉尔特会在一起 此时蒂娜的心境不由地刺痛了起来 他们终于安全地回到宫殿了 送别露西以后 蒂娜也要离开了 可艾蒙竟按住了她的裙子 还说我今晚要睡在这里 难道我现在看起来很可怕吗 只见蒂娜吞吐吐吐 不过你现在害怕也没用 因为我们从现在起绝不会分开 你是我的蒂娜啊 只见艾蒙疯狂撒娇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睡在这里 蒂娜看着眼前这个小猫咪 没错她就是我的小黑啊 不过你在睡着的时候可不能压到我 洗澡时的蒂娜还在想 如果不是艾蒙及时出现 我可能真的要告别这个世界了 当时在最后一刻我真的好想念艾蒙 没想到她居然真的出现病救了 但是她长大之后也太帅了吧 真让人小鹿乱撞 小黑和蒂娜终于迎来了分别后的第一晚 但此时蒂娜脑子里全是小黑关心露西的画面 只见蒂娜斩钉截铁地问道 小黑你是不是喜欢露西 当然喜欢了 果然是这样 我居然傻到小黑亲自说出喜欢露西后才明白 小黑为什么对我来说那么珍贵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是我会心跳加速 原来这不是友情 而是爱情啊 可是我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这个大猫咪喜欢我呢 只见蒂娜松了松肩膀 结果小黑害羞地又把头转了过去 第二天贵族会议上 国王还在批评拉尔特 只见他一脸笑容地说道 我们一直追着一只梅花鹿不知不觉就走得那么深了 蒂娜看着他竟有些诧异 那晚拉尔特说过会上后这次的事情 虽然那都是我的错 但他也想尽自己所能承担一部分责任 看来他这次做得很好 但我听说你们是和神兽一起回来的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个是上次参加仪式时节识的 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也是他帮助了我们 这倒让国王刮目相看 居然和神兽有交情 或许可以通过蒂娜来改善人类与神兽之间的关系 只见拉尔特偷偷看向蒂娜 先假装问候了一下她 实则是在问露西的情况 蒂娜一下就明白了 露西她没事了我让她今天好好休息一天 只见二位有说有笑的 可卷毛却又不乐意了 皇帝陛下对蒂娜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起来 就连拉尔特也跟她变得亲近了 皇室的贵族宴会上 国王竟要把神兽邀请到宫中准备团建 可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那位神兽来皇宫都来拟 他不仅经常来这里吃饼干 昨晚还在我家床底下睡了一夜呢 可黄毛却兴高采烈地说道 您还记得罗德森公子吗 我听说几年前去其他国家留学的公子已经回来了 可蒂娜却不由得一惊 难道是那位送给我兄贞的皮鲁吗 只见马约特伤心地哭喊着 我听说你差点就要被熊给吃掉了 可给他担心的不行 突然蒂娜把他的嘴给堵上了 然后就把露西叫了过来 埃蒙和拉尔特你更喜欢谁 只见路西一脸猛地回答到埃蒙大人 但蒂娜可不想和路西成为情敌 那么如果埃蒙和拉尔特同时向你表白你会选择谁 可这次路西的回答竟是拉尔特 给马约特都给整气氛了 埃蒙大人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向拉尔特告白 蒂娜也随身附和 对埃蒙不是更好一点吗 可是埃蒙大人是神兽啊 所以路西对埃蒙大人更多的是带有尊敬的喜欢 而不是作为异性的侵入之情 她也知道埃蒙对待我和公主殿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她喜欢你才这样的吗 傍晚蒂娜一个人坐在窗边 总之路西是不喜欢埃蒙的 所以埃蒙是陷入了单乡丝之中啊 我可怜的小猫咪 可当她嘴里念叨埃蒙的时候 她竟突然出现在了她身后 这边蒂娜刚刚念叨完小黑 结果小黑竟出现在她身后了 只见蒂娜一脸惊喜 似乎整个人都好起来了 于是伸出手就叫埃蒙来玩 给她整得那是面红耳赤的 可突然蒂娜张开双手就想要来个抱抱 埃蒙还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拥抱在一起了 我家猫咪还是这么温暖了 不过你的身体好热是哪里不舒服吗 原来是因为小黑成长了就会这样的 突然小黑把她推开了 看来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抱抱 话说你在争夺手掌之位的决斗中没有受伤吗 只见埃蒙一脸傲娇地说 我可是毫发无损 那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毕竟那天你为了救我们连决斗都没结束就跑出来了 可埃蒙却是一脸从容 我现在已经是手掌了 就连长老们也不敢对我说什么 突然蒂娜的脸竞红了起来 每次和埃蒙靠这么近的时候 我心脏都要跳出来 此时的蒂娜陷入了纠结 我该怎么隐藏对她的感情吧 居然连我的心思都看不出来 你这只笨猫不许舔了 你这只变态猫咪 皇城外的马车上 一个熟悉的背影映入眼泪 话说几年没回来这里真是变了不少了 首都外围的路已经全部修好了 中央的钟楼也是新建起来的 可此时披露公子心中只有蒂娜 真期待那个没有丝毫恶意的公主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就由我来当你的拯救者了 不久之后我就会去见你的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王子吗 主动来找蒂娜接露西一天 结果当她来的时候 王子却害羞地不行 此时二人在楼下面对面地站着 只见王子掏出了一张票 吞吞吐吐地说道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歌剧吗 露西那脸瞬间就红了 就像红苹果一样 只见楼上的蒂娜说道 果然是春天到了呀 真羡慕他们 但千万不能让艾蒙看到这个场面 不过就算是艾蒙喜欢露西 他们两个也没办法在一起 因为一个是野兽一个是人类 从一开始野兽和人类就是不能在一起的 可突然一个声音竟把她叫住了 只见艾蒙缓缓走来 你说人类和野兽不能在一起是在说我吗 给蒂娜都给整慌了 艾蒙突然气愤地说道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当首长的原因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谁也别想阻碍我 只见蒂娜一脸干大地看着她 这给小黑气的 怎么哄也哄不好的那种 可突然艾蒙一震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看着蒂娜春风满面的 艾蒙也没有在说什么了 此时的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俩所有 话说她成长之后的性格 好像比之前更暴躁 不过你现在不怕我这副样子吗 可蒂娜却说刚开始是有一点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不害怕了 而且因为是你 所以我才不害怕了 因为你是艾蒙啊 只见艾蒙突然起身 脸红的不行 结果一溜烟的功夫就跑没影了 距离上次艾蒙离开已经过去两周了 蒂娜真的好想她 可是突然有客人来访 是罗德森公爵府的皮鲁公子 只见他们慌慌张张的大门 却突然被打开了 向伟大的血脉蒂娜公主请安 果然公主还是那么貌美如花 只见皮鲁丹西下跪 还送上了一朵鲜花 给蒂娜弄得倒是很尴尬 可一旁的马约特却说 她在求婚吗 这是疯了吗 小公主突然把她抓住 结果一下就给她丢了出去 此时的马约特 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公主殿下为了纪念我们重逢 不如一起出去散散步 您觉得怎么样 虽然这不算什么事 但马约特很有可能来干扰我们 只见蒂娜说道 今天我已经有约在先了 您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真没想到就这么给我拒绝了 对于从来都没被拒绝的 她也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蒂娜看着眼前的鲜花 其实很清楚 她接近已经到了失婚年龄的我 以及送我花是什么意义 但比起这些 我更想要得到的是艾蒙的心 然后创造一个神兽 和人类和谐共处的未来 突然蒂娜被一个声音吸引 只见艾蒙捏手捏脚的走了过来 门修好了呀 可蒂娜哪里顾得上这些 直接就把艾蒙抱在怀里 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来 她艾蒙的样子似乎很满的力 可她竟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 只见她漫步走向花瓶 抬手就是一下 将花瓶摔得粉碎 眼前这个猫猫也太傲娇了吧 只因别的男生送给了蒂娜一朵花 她就想把那个男生的脖子咬断 只见艾蒙缓缓地靠近 她对朋友的战友欲真的好强 不愧是我独一无二的小猫咪 可突然蒂娜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现在为什么不变成人类形态 我好好奇你长大以后的样子 你确定你能承受得了吗 只见一阵金光闪过 那个男人他回来了 给蒂娜看的那是两眼直放光 只见他伸出手 一下就给他抱了起来 话说你这种情况你能承受得住吗 或者是这种情况 此时蒂娜的心扑通扑通的 她也太好看了吧 话说我能摸摸你吗 这手感真不错 棱角分明的 可突然艾蒙对着她就是一顿亲 蒂娜还自己安慰到 这只是艾蒙的习惯而已 只见艾蒙伸出手 蒂娜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原来她只是想捏我的脸 可突然她一抬给蒂娜下一条 然后顺势就把她推倒了 我其实一直想以这个样子见 我已经忍了好久了 因为我一直都担心你会害怕我 可正当在接骨眼的时候 蒂娜却把她拒绝了 因为她不能这样利用纯情的艾蒙 只见艾蒙歪着头一脸无奈地看着你 可蒂娜却说 先听一下以后再说吧 那以后我们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呢 不过今天我是人类的形态 所以我要睡在床上 然后紧紧地抱着你 让你在我的怀里睡 艾蒙整个人都埋进蒂娜怀里 原来蒂娜还是个孩子 那我就先放你一马 帝国的皇城内 国王还在为琐事而操劳着 可突然阿代拉公主前来拜访 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就突然过来了呢 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吗 只见阿代拉一脸痛苦地说道 而臣觉得最近和父皇之间的关系 好像变得疏远了 您总是那样繁忙 而臣觉得好伤心啊 国王连忙停下了手中的笔 等这次准备活动结束后 我想带着你们一起去旅行 你觉得怎么样啊公主 只见阿代拉开心得不得了 旅行的话去北边的杰尔班半岛怎么样 我记得那里的冰雪庆典非常有趣 可他却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您最近忙着准备神兽手掌上任的仪式 不过就是野兽们选出了一个队长而已 我不明白陛下明为什么那么用心 因为神兽的手掌就任仪式关系到我们皇族的尊业 因此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突然阿代拉把国王叫住了 话说您最近怎么没去寻找巴拉罕的后裔呢 那是唯一能够杀死那些傲慢野兽的存在 只有摧毁神兽的势力皇室的力量才能更加稳固 这样在我当上皇帝时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所以我一定会帮你把他找出来的 这样您就可以向大陆宣布谁才是帝国真正的存治者 国王是向他提议过 如果他能找到巴拉罕的后裔除掉神兽的话 就把皇位传给他 可突然皇帝让他把手伸出来 那是一把会发光的钥匙 阿代拉现在查找巴拉罕不再是我的任务 而作为皇帝有义务控制凶残的神兽保护自己的国民 没想到国王竟给了阿代拉一把钥匙 而且还被皇子看见了 这边阿代尔前脚刚走 拉尔特后脚就赶来了 可他却有点坐立不安 只见他突然说道 您当初为什么抛弃了蒂娜的母亲呢 国王好像若有所思 当拉尔特再次开口时 国王却把他叫住了 话说你现在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你想要得到他吗 可拉尔特却说 比起得到他我更想和他在一起 也更想守护他 那就赶紧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做好你作为皇子的本分 想要坐在皇帝的位置上 就要拥有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的权利 从现在开始你要更加努力才是 如果你成为拥有无上权利的皇帝的话 你就能够守护住你的女人了 时间飞快 很快就到了狩猎大赛的日子了 在神兽们宽容的允许下 我们成功举办了这次狩猎大会 狩猎大赛终于开始了 话说今年也不会有人向我献上猎物吧 就像以前那样 只有阿代拉的面前摆满了猎物 可蒂娜却在一个不经意间 看到了那个男人 难道他是在看我吗 可他却突然把头转了过去 给蒂娜弄得一脸梦 不过为了这次活动 帝国还专门从南方运来了大象 听说也是为了迎接新任神兽手掌 可他们口中所说的手掌 直到昨天还和我在一起打闹了 总感觉哀蒙变得有些陌生 贵族的狩猎仪式终于开始了 而最先回来的竟是拉尔特 只见他缓缓下马 抱着一坨战利品 就朝露西那个方向走去 给露西都看呆了 这个居然不是送给公主 而是给我的 就连外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帝国的大皇子 竟将猎物送给了伯爵家的小姐 就连他母亲和他姐姐 也是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只见露西高兴地给皇子殿下回忆 可拉尔特却有些不高兴 我以后会给你带来更棒的猎物 可突然一个声音把拉尔特叫住了 话说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把猎物送给了蒂奈的侍女 只见拉尔特一脸高兴地说道 怎么能说他卑贱了 他今后可是要做王子妃的人了 给他姐都给整蒙了 可拉尔特已经准备好 告诉陛下他对露西的心命 但在阿代拉的心里 不论拉尔特的伴侣是谁都和他无关 反正他只是我登上皇位之前 被我当作盾牌的一枚妻子罢 但是他的伴侣竟是蒂奈的贴身侍女 真叫人不爽 反正露西出身贫寒 这样一来我继承皇位就变得一如反掌 只见阿代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嘴上说着最好听的话 可在心里却在嘲笑他是个没头没脑的蠢 而阿尔特还一脸感谢地看着他 你果然不是当皇帝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猎物也堆满了阿代拉的桌子 此时蒂奈还是两手空空 可突然皮鲁把他叫住了 蒂奈猛地一回头 竟看见地上有一头熊 而这就算献给帝国最美星星的脸 请您一定要收下 小公主竟然在狩猎大会上钓到了一只神兽 还因此成为了大会的优胜者 这边皮鲁竟送给了蒂奈一只狗熊做礼物 而他也只属于公主殿下 只见众人议论纷纷 就连蒂奈自己也不敢相信 看来今天的狩猎冠军是罗德森公子的 本以为抓住熊鹿的国王稳操胜券 果然是他轻敌了呀 看样子不只是我注意到了蒂奈的独特之处 可当国王马上要为优胜者颁奖时 结果后面却传来了一阵叫喊声 有豹子入侵了 可有眼神好的一下子就看出 这不是一般的野兽 而是神兽大人哪 只见众人都在一边排排站 就连皇帝大人都要让他三分 只见哀蒙静止走向蒂奈 然后一脸傲娇地对他说道 我来了 你抓到的猎物 只见蒂奈温柔地抚摸哀蒙 给其他贵族都给吓到了 不敢相信他们所听到的 国王也是一脸震惊 您所说的猎物来了 是指蒂奈抓住了神兽宁队 从开始到现在 只见地下一天骚动 话说你怎么来到这里 原来在很久之前 蒂奈跟小黑说过 狩猎大会收不到礼物的事 原来他一直都记得我说的话 所以艾蒙一直在盼着自己赶快成年 梦想着能像今天这样 我要成为最高贵 最威风的 只属于你的猎物 那么今天这场狩猎大会的优胜者 就是蒂娜公主 只见国王小手一挥 现在我来宣布 本次狩猎大会的优胜者 那就是蒂娜公主 也就是我的长女 蒂娜竟然在众人面前召唤出了神兽 而且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真让国王刮目相看 可一旁的皮鲁就没有那么好受了 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心爱的女人和动物在一起 可突然她被一个声音叫住 所以你最初就该选择我 然后阿代拉见状连忙给皮鲁表白 给她都惊住了 没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变脸竟如此之快 只见阿代拉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说道 如果你和公主结婚的话 能够获得什么呢 当然不是那个半吊子的公主 而是一位真正的拥有高贵血统的公主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此时的皮鲁好像瞬间就顿我 原本那个单纯的男孩再也不复存在 这边小公主和哀蒙还在过着二人世界 话说这样真的可以吗 你之前还说和人类在一起 被其他神兽看到的话会很麻烦 还会被长老训斥 只见小黑一脸傲娇地说道 蒂娜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我现在可是伟大的手掌大人 你不用再去在意其他人的闲言碎语了 无论是人类还是神兽 所以你以后可以堂堂正正地来我的别宫了吗 话说我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去 即便是晚上我也会理直气壮地进去 这可给蒂娜高兴坏了 原本以为你长大之后想要偷偷出路会很困难 只见艾蒙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为什么那么天真呢 就是因为你总是这样放任我的所作所 所以我才会养成不好的习惯 你见过人类和猫猫谈恋爱吗 他是伟大的豹子神兽 是连皇帝都要退让三分的男人 而他们此时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轻握握 一点也不顾及周围人的感受 话说他们俩的难道是那种关系吗 虽然没有听公主提起过 但从他们的行为上来看应该没错 这可让拉尔特大吃一惊 皇族和神兽居然是恋人关系 虽然一开始跟蒂娜闹得很不愉快 而且我也被艾蒙踩在过脚下 但等我当上皇帝以后 他们说不定能帮到我 可在皇宫的另一头 阿代拉看起来似乎很伤心的样子 这样下去不行 我现在急需一个转变现实情况的契机 蒂娜别以为我会认可你 我从一开始就十分讨厌你 就凭你那卑贱的出身 现在居然还装孤傲 装优雅 假装皇族真是可笑 即便是这样你那另一半血液 仍旧属于卑贱的平民 而我才是帝国唯一的公主 好在现在的局势对我是有利的 看来罗德森公子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 有巴拉罕的后裔和我一起 等我正式地拿下罗德森公爵斧 和他们联手以后 就能扩大我反神兽派的势力 这边的蒂娜还很担心这次的暑假 听说是要和整个皇族一起去看 北边的杰尔干岛观看冰雪子 我看这根本就不是休假 而是对我的拷问才对吧 不过拉尔特应该会开心吧 因为露西也会一起去 就连马约特也落不下 蒂娜居然独自一人来到了森林 因为她实在太想念艾蒙了 虽然有一点危险 不过她带着艾蒙给的那枚戒指 这里面保存着她一些微弱的力量 戴上她就不会有猛兽靠近了 而且艾蒙还在蒂娜的身上流下了气味 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了 可她身后竟然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音 结果是一只黄色的猫猫 原来是她刚刚感受到了手掌大人的气息 只见她一脸疑惑地看着地面 你就是上次来参加仪式的那个皇族对吧 手掌大人很珍惜的那位 突然小黄整理了两下皮毛 你好 虽然上次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 我叫桑迪 她和艾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手掌的印记呢 只见小黄呆呆地望着她 话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原来她是来找艾蒙的 小黄一听都愣住了 艾蒙现在解除了控制 所以稍微有点危险 只见她微微一笑 反正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你身上的气味真好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这倒给地面紧张得不行 虽然他们和艾蒙是朋友 但神兽毕竟是吃肉的野兽 只见二位围着地面就转了起来 可小黄突然说道 我开玩笑的哈 要是真这么做了艾蒙肯定不会放过我 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艾蒙呢 看来这个小黄还蛮好说话的 然后骑上她就准备出发了 小公主终于踏上了寻找艾蒙的旅程 不过你真的好轻啊 你们人类都是这么轻吗 可能是我们的体型要比神兽小很多 话说你不会再继续长高了吗 难道是因为你这么小巧 所以艾蒙到现在都没给你刻下烙印 只见蒂娜一脸疑惑 很明显她还不清楚烙印是什么 但现在和之前在艾蒙背上的时候 感觉不是这样的 她总会顾及我的感受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圣泉附近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趟车坐得真是体验感拉门 你叫我蒂娜就好了 这样啊蒂娜 知道她名字的小黄似乎很高兴 可突然她竟被艾蒙暗倒在地 给小黄都委屈完了 你干嘛不分青红皂白就发脾气啊 蒂娜想来见你 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呀 只见艾蒙逼吼着 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叫她 是布罗蒂娜 你要这么叫她才行 这可给小黄委屈坏了 你生气就因为这个吗 我不用你的爱称不就行了吗 那你以后可给小心点 可小黄起身后连忙叫道 你这个暴徒 像暴徒一样的家伙 因为你的战友遇过 罗蒂娜估计要吃不少苦 只见二人呆呆地望着她离去 话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这里的 我来以后你连个招呼都不和我打 只见小黑温柔地说道 不是那样的 是因为太危险了 我对于你来说很危险了 只见一阵金光闪落 艾蒙又化为了人形 艾蒙终于在小公主面前化为人形了 此时的她再也忍不住了 要在蒂娜身上刻下烙印 眼前发生的一切 如果不是梦 这么幸福的事情 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 只见艾蒙暖心地说道 蒂娜这一次真的非常危险 因为你是人类我们可以慢慢来 很快就到了晚上 只见蒂娜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还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 结果想着想着就在床上翻滚了起来 虽然感觉很幸福 但她为什么忽然就变了呢 我还以为艾蒙喜欢露西呢 情况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难道是我误会了 之前全是我的错觉吗 艾蒙那温暖的眼神是真实的 抱着我在耳边窃窃私语时的声音也是如此真实 虽然这些行为全部都是出于真心的 但这样一来我就更加猜不透艾蒙的心了 难道人类和野兽的爱情观念不一样吗 可给咱们蒂娜小公主折磨坏了 真是坠入爱河了呀 蒂娜在睡梦中竟然听到了艾蒙的叫喊声 当她仔细一看竟有一只黑豹在河边端坐着 可她却不是艾蒙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黑的毛发 原来就是你啊 受到我森林之力影响的那只黑豹 只见女神小手一挥 竟有一颗宝石附在了她的额头 突然黑豹问了她的身世 只见她微微一笑 我是大陆的光芒 是整个森林的守护者 小公主突然从梦里惊醒 而皇子早就在此恭候多时了 话说您没事吧 看起来脸色好像不太好 只见蒂娜一脸憔悴地说道 我昨晚好像是做了什么梦 而且梦里面还有艾蒙 难道您和艾蒙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小公主突然慌张地摆了白手 还能发生什么事啊 就和平常一样没什么距离 但这可瞒不住露西 看来公主和艾蒙大人之间的确发生了什么 突然露西握住了蒂娜的手 一脸可怜地看着蒂娜 仿佛在说我是这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侍女了 不论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全部都可以讲给我听 看着蒂娜脸上春风得意的 只见皇子摆了白手表示那都不重要 我的宝马终于六岁了 已经到了事宜繁殖的年龄 现在也是正值春季 这个时期正是繁殖的季节 大家为了得到黑风的后代 都在虎视眈眈地等着呢 所以我想要给赫里夫伯爵第一个获得小马的机会 可突然蒂娜起身问道 你现在说现在是繁殖的季节吗 那么除了黑世界以外 难道说所有的野兽都会这样吗 只见王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所以艾蒙会做出那个行为 是因为到了那个季节吗 没错 这都是动物的本能导致的 更何况艾蒙是本能和欲望 比任何动物都要强烈的身上 只见蒂娜默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我一定要让艾蒙负责 眼前这个女孩是帝国的公主 只因为了和猫猫谈恋爱 都不惜抛弃公主的身份回归山林 这边蒂娜望着窗外 还在思念着艾蒙 可突然艾蒙竟在后面把她叫住了 只见蒂娜连忙飞奔到她面前 开心地把她抱住了 之前是因为她成年了所以这样 这次是因为繁殖期的缘故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神兽似的 真是一头敏感的野兽 不过话说回来 她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帅呢 柔弱的身体曲线和结实的下巴 难怪艾蒙对于自己的外貌很有自信 瞳孔中好似有火花在闪烁 只见小公主一脸严肃地对她说 听说你到繁殖期了是吗 艾蒙都蒙了 你这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些东西 只见蒂娜一脸得意 你比我的年纪还小不是吗 所以我当然比你早知道两年 总之现在动物们都进入了繁殖期不是吗 抱子也一样吧 只见艾蒙一脸生气地说道 我和那些野兽能一样吗 那当然不一样了 你可是伟大的神兽大人呀 其实蒂娜想说的是 你可能不知道人类是不会随便做出那种行为的 但野兽们一旦到了那个时期 无论对方是谁都没关系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地说道 蒂娜 你知道我现在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吗 你真的是太单纯了 然后就伸出舌头舔了起来 只见蒂娜用手把她扒拉开 快停下来你这只笨猫 艾蒙好像有些委屈 你就理解我一下吧 我现在很难控制我自己 昏暗的房间内 只见阿代拉端坐在屋子中央 而且脑子里全是蒂娜受宠时的样子 给她气得猛地用手砸向桌子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她夺走了一半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是安德森公爵家的皮鲁公子 事情进展得还顺利吗 只见皮鲁点了点头 古代文献的解析正在顺利地进行中 关于神殿所在的位置范围也在逐渐缩小 和罗德森家族一起共事果然变得快了很多 但是外面该如何在那座神殿中 辨别出谁是巴拉罕的后裔呢 原来那里曾是太古之神居住过的地方 皇室一直都流传着一个传说 那就是在窗户处放着一把黄金钥匙 可以利用它进入到神明停留过的地方 如果真正的神之后裔进入那里 就会与店内的竖琴产生共鸣 而且那些拥有着金发金眼的人们都被聚集起来 现在剩下的就是寻找到神殿的位置 如果我们这次找错了的话 那么只能把那些没用的东西处理掉了 这边安萌居然在询问马约特有关人类结婚的事 可真是难为小麻雀了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直接去找一个人类问问你 我去找地内问怎么结婚也行 只见艾蒙猛地拍打地面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要是敢去问他 我就连一根羽毛都不剩地把你一口吞下去 吓得马约特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只见艾蒙灵机一动 我去找那个小子问问也行 艾蒙终于来到了神兽府 还强行把这对小情侣拉开了 这突然这是怎么了呀 只见小黄的对象一脸呆呆地望着他 可是艾蒙突然问道 人类都是怎么结婚的呀 需要准备什么呢 连小黄都给整无语了 只见艾蒙一脸严肃 没想到艾蒙竟真的来到了帝国城内 询问过皇帝的位置后 就朝着王宫中央跑去 这边艾蒙误打误撞 还被管家当成了使者 于是就来到了皇宫内的招待区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 如果想见皇帝的话 要一直在这里等待吗 只见他拿起一个派就造了起来 可突然有一个声音把他叫住 原来是一位热心肠的绿毛和他打招呼 还询问了艾蒙的名字和出处 只见艾蒙说道 我是来自丛林的阿金 绿毛一听是丛林来的 倒是开怀大笑了起来 于是伸出手就向他示好 只见绿毛微微一笑 以后参加宴会什么的 应该还会和他遇到 那就趁现在给他一个下马威 论力量我可是从来都没输过 只见他用尽全力 可艾蒙也是面不改色 他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打招呼方式 艾蒙突然稍稍用力 就听着这咔咔两个声 他的尖叫声都灌满了整个皇城 话说您真是天生神力啊 眼前这个来自丛林的阿金 已经相继捏断六个人的手筋了 外面传来的尖叫声 把国王都吸引了过来 只见众人议论纷纷 原来是国王大人驾到 绿毛也是最先弯腰行李的 只见他拽了拽艾蒙的胳膊并说道 你在干什么呢 帝国的皇帝驾到了 可艾蒙还是一脸傲娇 给绿毛都给弄没辙了 只见国王突然大步上前 向统领丛林的伟大太阳神兽大人请安 下面的人都懵了 那个来自丛林的少年是神兽吗 最后也纷纷向艾蒙请安 话说我现在都有些厌倦了 我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只见国王连忙弯腰请艾蒙上前一步走 等他们离开以后 众人也纷纷下倒在地 绿毛却说我是最先握过神兽大人手的人 皇城大厅内 真没想到首长居然亲自来到这里见我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地说道 你最喜欢什么 二人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大大的力量 话说我送给你什么才能让你开心呢 因为桑迪给哈拉的母亲送了野草莓 才得到了与哈拉交往的许可 只见皇帝咳嗽了两声 我虽然为了皇族的权威不再受到神兽的威胁 一直在寻找巴拉罕 但事实上我们期盼的 还是希望您能给予帝国和平与安宁 话说这个我要怎么给你 只见皇子突然探头说道 我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建议 不知道二位是否愿意听我详谈 皇室的贵族大厅内 皇子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的建议 为了帝国的和平与安宁 在皇族不是从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吗 帝国最初的皇帝当时为了和平 在最后与发动惨烈战争的威廉王国的公主 不是结婚了吗 而且我母亲也是在您迎娶她之后 才成为一国皇后的 突然国王也想到了结婚 作为换取和平的一项工具 这也的确是创造和平最为简单的方法 但如此讨厌人类的神兽 能答应女人类结婚吗 可当国王一脸窘迫的时候 只见哀蒙用手猛地砸向桌面 很好 我同意了 如果为了和平与安宁 需要让我和帝娜结婚的话 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国王都慌了 你说帝娜公主吗 看国王这样子应该是很心疼 只见哀蒙一脸正义地说道 帝娜和我结婚必须是她心之所愿才行 也就是说不可以为了和平而强迫她结婚 所以不能在她面前提到这个事情 这可把国王都整个一身汗 但这位神兽大人好像不太一样 您所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了 看来这次谈得还挺顺利 可这边帝娜的耳朵还养上了 话说每当新一任的神兽首长继位时 帝国都会献上珍贵的货 然后举办豪华的庆典派对 到时候新一任的首长也会在此宫之余中 而这场继任仪式也将于明天正式举行了 眼前这个猫猫也太傲娇了吧 只因帝娜先摸了她的耳朵 她就要变为人形摸回来 生怕吃了一点亏 还说我开心的事情不是成为首长 而是因为那个日子快到来了 虽然帝娜还不知道艾蒙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看着她开心帝娜也开心了起来 皇宫的另一头 阿代拉他们还在寻找神殿的位置 最初皇宫就是建在神殿的地基之上的 也就是说神殿其实就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 在皇宫西边的丛林的深处有一座白色的建筑 您所要找的地方应该就是那里 原来那里和神兽森林靠得太近之前也没去过 不过公爵祖的人从昨天就开始寻找 估计要过了多久就能找到了 只见阿代拉微微一笑 要是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控制那群傲慢的神兽 登上皇帝的宝座 不过您打算怎么控制巴拉罕的后裔呢 他们也拥有不属于人类的力量 这倒是需要好好想想 可皮鲁却说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控制他们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摩金石 这边帝国的皇城内 大家都在为首长的继任仪式布置着 街道上也是热闹非凡 只见皇宫内的士兵整齐如一 就连皇帝陛下也是盛装出席 我们的蒂娜也是打扮得十分漂亮 真没想到我能亲自参加埃蒙的首长继任仪式 真的好幸福 埃蒙的首长继任仪式上 只见国王挥了挥手 士兵们都连忙叩首在地 当国王拿出那把宝剑时 埃蒙也随之走了出来 只见国王俯身败向埃蒙 这边蒂娜也注意到了他 时不时就想抬头看埃蒙 只见三位神兽端坐在这里 人类启示从此不再向神兽一族举起手中的剑 神兽也答应从此停止毫无意义的杀戮 这也意味着人类的安全此次由神兽一族守护 看来这次大会开展的也是十分顺利 只见蒂娜也朝着他开心的笑 眼前这个画面也是埃蒙从第一次见到蒂娜的那天起梦想的事情 为了成为神兽的首长而努力 最后终于登上了首长的宝座 也获得了皇帝的许可 现在只剩下我最渴望和期盼的一个心愿 随着国王念完最后一句台词 庆典也正式开始 只见蒂娜一下就把他抱住了 祝贺尼亚首长大人 就连马约特都连忙跑了过来恭喜 这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给贵族其他小姐看的也十分开心 这样以后就可以在皇城内经常看见神兽大人 只见阿呆拉呆呆地看着他们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感觉到了愤怒吗 陛下还委托我寻找巴拉罕的后裔们 可大家现在已经全部都对那只下流的野兽着迷了 我一定要赶紧想出对策才行 神兽继承仪式开展得十分顺利 可是阿呆拉却是一脸腹黑 可突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把他叫住了 当他回头一看居然是拉尔特 他们俩看起来很甜蜜吧 可在阿呆拉的心里 野兽再怎么强悍也不过是野兽吧 凭借人类的力量就能彻底摧毁他们 突然拉尔特说道 你表现得过于明显了阿呆拉 皇族与神兽之间的关系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希望两者之间能够和平共存 这就是我作为未来皇帝需要做的事情 阿呆拉都懵了 你说未来皇帝 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陛下交给我什么 所以你也稍微放松一点吧 今后我们与神兽会时常见面的 说不定以后神兽与人类还会发展得更为亲密 我们想要通过蒂娜与神兽手掌联姻的方式来维持帝国的和平 只见阿呆拉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而且陛下也已经同意了 还有阿呆拉 我虽然不知道你一直拿着的那把钥匙到底是做什么的 但我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傻 我不想去深究你在背地里做些什么 但是如果你想要毁掉我梦想中的未来 我就不会再像这样做事故里了 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拉尔特吗 只见阿呆拉捂了捂自己的胸口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只见他拼命地奔跑 一定要打破现状 可突然他竟被一个声音叫住 原来是皮鲁公子 只见他缓缓靠近 去往西边丛林搜索的人传来消息 那座古代神殿已经找到了 只见阿呆拉一点邪恶 快把那些家伙带过来 昏暗的房间内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古代神殿 而他们要在这座古老的神殿里找到巴拉罕的后颖 只见阿呆拉邪魅一笑 拿出了那把神奇钥匙伸向石门 只听啪啪两声竟有一阵白光冒出 一个宽敞明亮的宫殿映入眼帘 那就开始吧 只见皮鲁挥了挥手 一个一个地往里走 可没等他们走上前 却被保镖一下子推了上去 但周围却是一片寂静 只见阿呆拉冷漠地说道 吓一个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人了 只见他漫步走上前 整个宫殿竟发出了耀眼的蓝光 还伴随着嗡嗡嗡的响声 看着他们一脸惊讶 这家伙是巴拉罕的后颖 终于找到了这张能够让我将神兽踩在脚下的底牌了 只见阿呆拉掏出了那颗魔晶石 话说这些家伙该怎么办呢 可阿呆拉却是一脸冷漠 我需要的是巴拉罕的后颖 这些都处理掉吧 就连那位后颖都被吓了一跳 话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只见他一脸委屈地说道 我叫约瑟夫 很好 你害怕自己也像那样被处理掉吗 只见他无助地点了点头 那你就把这个吞下去吧 如果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像他们那样被杀掉 只听咕咚一声 我终于找到巴拉罕的后颖了 阿呆拉终于找到巴拉罕的后颖了 而且此时就在他的眼前 这边猫猫还在跟蒂娜撒娇 原来蒂娜过几天要去杰尔班半岛度假 还说那里有冰雪节庆典 但是你可能没办法和我们一起去 只见猫猫委屈地都哭了 为什么不行吗 首先你现在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你现在正处于繁殖期啊 现在这个难以自控的时期怎么能一起出去呢 再加上你不论什么时候都会一直跟我匿匿完歪的 你只要稍微忍耐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了 可猫猫却一脸失落地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着急啊 只见猫猫突然起身 你问我想要做什么事 反正就是有想要做的事呗 真想现在一口把你吃掉 这次度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和此次一起来度假的贵族们一起欣赏雪景 参观参观工匠们制作的作品 像这样风雪交加的日子里 大家就汇聚在一起喝喝茶 度假真的好没意思啊 可是露西却有点不舒服 应该是因为旅途上晕车太严重了 可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望 只见小麻雀快乐地说道 那么我就连露西的那份也一起吃了吧 可突然后面传来了一阵声音 是一对贵族兄妹来给王子请安的 话说你们来有什么事吗 原来他们是正好路过的就来拜访一下 可突然那个男人冷漠地看向露西 结果她竟把座位让给她了 你见过这么可怜的猫猫吗 只因蒂娜没有带她去冰雪节玩 她就痛哭流涕了起来 这边蒂娜他们还在冰雪节上喝茶 但露西却因为路途上音车十分难受 可这边贵族兄妹竟突然来走 只见那个男人狠狠地瞪向露西 吓得她不留的一阵 于是连忙说道 对不起露西 明晴里连分 可她坐下以后还发出了一声怪叫 只见王子突然起身 温柔地对露西说 到这边来 此时的王子就好像露西的救出 就连一旁的二位都看上了 只见王子细心地把露西照顾好 突然把一只手搭在了 鲁背螺丝的肩膀上说 一定要让露西站起来给你让周围吗 你这次旅行难道很疲惫吗 看来你的肩膀很结实 还是骑上家族的继承人最近很喜欢 这边的猫猫似乎过得很严竟 可小黄却一脸愁容 话说您知道这里是我家吧 而且还是我新婚的季 只见爱门一脸傲战 我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连续几天都一直待在这里 新婚的肩膀 话说我是手袋 这从你脸我不能去 可小黄却突然急了起 我的意思是您快点回自己家 让我也想说想做新婚生 但爱门却说我又不太爱 你想说就行 但我很想把我都能够去的一场生 那要是实在无聊的话 就只要很正经的画面 听着她们 我爱门却突然起来 能带回家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猫猫吗 只因蒂娜没有带她去旅行 结果她就趴在别人家婚房 赖着不走 话说您要是实在无聊的话 就去找您的夫人聊天了 只见爱门突然起身 还可以这样吗 那你们就去查一查 杰尔班半岛度假圣地在哪里吧 只见二位一脸呆呆地望着她 那里是什么地方 可爱门却傲娇地说道 就是不知道才让你去了解了解 小黄最后还是拜倒在了爱门面前 昏暗的房间内 只见那个女生端坐在屋子中央 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给她哥都心疼完了 快把头抬起来 王子殿下 王子向来善变 她很快就会对那个侍女 失去兴趣回头来找你的 但是她睁眼闭眼 脑子里想的全是那个画面 似乎她的全世界都被夺走了 是因为王子从小什么都不缺吗 所以她总会轻易地喜欢上一样东西 就算是异性关系也是如此 但我的妹妹却一直守在王子身边了 那个身份卑贱的侍女 和我妹妹根本不能相提并运 然而她竟因为那种人而感到沮丧 只见她突然伸出手 走吧 克莱亚 我们去教训教训那个卑贱的侍女 这边蒂娜二人还在花园里品茶 可他们俩却恬不知耻地希望一起聊天 蒂娜也并不打算待见他们 可她却不自觉地坐了下来 她是我见过茶味最重的女生 只因没有得到皇子的宠爱 就当众羞辱蒂娜的侍女露西 这边兄妹俩为了复仇找到了蒂娜二人 可蒂娜并未想理她 红毛就自己找位置坐了下去 只见她哥突然开口 公主殿下您对画作感兴趣吗 此次度假结束后 将在比人家的后院举办毛尔的画展 能否有心邀请您来参观呢 可蒂娜想了想 他们是阿代拉的亲戚 居然还主动邀请我 看着他们俩那样子就不舒服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的 可她竟把头转向了路西 赫里夫家族也有资助哪位艺术家吗 路西也只是礼貌地说 很遗憾我们并未资助艺术家 也没有收藏什么艺术作品 只见她看向了她的妹妹 于是卷毛连忙说道 赫里夫小姐您知道 王子殿下喜欢的绘画风格是什么吗 她也经常和我一起去参观画展呢 只见路西缓缓地低下了头 王子殿下从没有和我说过这些事情 她和我在一起都只是开一些小玩笑而已 结果红毛还是不依不饶 您待在皇宫的时间也不短 怎么看起来对文化生活还是不熟悉呢 此时的路西头又低了下去 可红毛又邪恶地笑了 我听说赫里夫家族连庄园都变卖了 是这样吗 此时的路西真的想快点离开这里 可这二位兄妹好像并没有停手地打算 只见红毛抓住了她的手说道 贵族小姐应该拥有的不仅仅是漂亮的脸 还需要普通人无法模仿的高贵人 这是我见过最自信的女生 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宣称自己是最美丽的人 而且还用语言把路西弄得遍体鳞伤 可突然竟传出一声水杯的敲击声 当他们回头一看 只见蒂娜咬紧牙关 你们两个是不是疯了 竟敢无视身为帝国陛下女儿的我 只见他们一脸慌张地说道 我们什么时候无视您了呀 难道你们不是一直在说高贵出身很重要吗 竟敢在这里嘲笑我的出身 还说不是吗 你们这些贵族不就喜欢绕着弯子说话吗 你们刚刚难道不是在拐弯抹角地贬低我吗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依然是皇帝的女儿 如此明目张胆的侮辱公主是绝对不可饶恕的 可这个男人却是越描越黑 难道你觉得我是那种连你们对话的内容都听不懂的人吗 还是说我是那种随便用什么理由就挑起事端的恶毒公主呢 此时的二位也被说得无法反驳 只能弯腰对蒂娜赔礼道歉 只见蒂娜突然抓住了路西的手说道 走吧 没有必要和这些连基本礼仪都不懂的家伙们待在一起 可离开后的路西却眼角含着泪花 只见她默默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公主殿下 都是因为我才会让你想起那么可怕的回应 可蒂娜却对她说 把头抬起来路西 你不需要因为感到抱歉而哭泣 还有我是拥有无上权利皇帝陛下的人 守护帝国的神兽手掌大人也是我的朋友 而你也是我的朋友 你有多么坚实的后盾啊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携手恭敬吧 她是我见过最坏的恶毒女配 只因没有得到皇帝的宠爱 就亲手将蒂娜推入大海 这边红毛二人刚刚吃饼 就找到了卷毛诉说他们的痛苦 大概是背后有神兽给她撑腰的缘故吧 所以她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可卷毛听后却是微微一笑 克莱亚你到现在还喜欢拉尔特那个笨蛋吗 只见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卷毛没想到她居然会这么执着 但你还是可以和拉尔特结婚的 红毛一听都惊住了 但是王子陛下好像很喜欢那个侍女 而且她也有蒂娜公主撑腰 但如果没有神兽的话 蒂娜就什么就不是了 而且现在在这里 可没有什么厉害的神兽 只见卷毛一脸自信地说道 别担心克莱亚 我会去帮你的 可在卷毛心中即使你和拉尔特结婚 你也当不了皇后了 因为皇帝的宝座一定是属于我的 只见二位兴致勃勃的 那么现在先做点什么好呢 那就先去给那个无视你们的蒂娜来一场恶作剧 可皮鲁公子却有些担心 话说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 虽然蒂娜的身体里流着卑贱的血液 但她毕竟是公主 但卷毛似乎对那个吞下魔巾时的约瑟夫很有自信 到时候不仅仅是那只神兽 就连布罗蒂娜我也会一并处理掉 而且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她是我见过最坏的女生 居然给蒂娜的狗狗们下药 害得她不慎坠入深海 这边蒂娜还在为画师充当人肉模特 而且保持这个姿势已经一个小时了 此时的蒂娜都被动得全身发抖 可突然狗狗们竟闻到了一种气味 总有一些怪怪的感觉 可她们下一秒竟变得急躁了起来 就仿佛是脱缰的野马一般 给一旁的皇族们都吓到了 拉着蒂娜就四处狂奔了起来 任凭露西怎么拼命的嘶喊也是无济于事 只见皇子大声说道 快去追 赶紧把公主的雪橇停下来 可此时雪橇前进的方向正是将与海相连的边界处 那是冰层最薄的地方 恐怕很难承受雪橇的重量 如果再继续往前走 等待着她们的就是那辽阔无边的大海了 赶快把那些在宿舍里待命的骑士也都叫出来一起追 可身后的卷毛却有些差异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本是想让狗狗变得兴奋之后把蒂娜丢进雪里 没想到事情闹大 话说你到底用了多大计量你啊 只见卷毛安慰倒没事的 你就放心吧 虽然事态发展比想象中要严重了些 不过这也是个不错的结果 可蒂娜这边就没有那么好受了 被狗狗那是越拉越远 只见马约特快速地飞了过来 快停下你们这些傻狗 这样会伤到蒂娜大人的 可突然狗狗一个抬头 就把马约特击落了 此时的蒂娜无比慌张 因为前面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眼前这个女孩到底有多爱猫猫 当她坠入深海时 脑子里想的也全是猫猫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吧 正当她的戒指脱落的那一刻 只听扑通一声竟有一个身影闪过 没想到危机关头那个猫猫竟然出现在了她眼前 就好像是蒂娜的救赎者一样 昏暗的房间内 只见皇子一脸愁容 蒂娜的搜索小队已经出去搜查了几个小时了 还是毫无阴性 但皇子坚信蒂娜是不会出事的 以防万一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去搜寻比较好 只见皇子猛地回头 马上去把我的雪橇准备好 可就在这时 阿戴拉近出现在了她面前 别做那些没用的事情了 就像现在这样静静地等待结果吧 直到他们找到那个臭丫头的尸体为止 只见皇子都被她的话惊住了 我虽然知道她不喜欢蒂娜 但没想到程度居然这么深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蒂娜 再怎么说她和我们也有着血缘关系 我是不能就这样做事不理 只见她一脸绝情 严格来说她只是留着陛下的血脉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还是清醒一点吧 那个女孩身上混杂着卑贱的血液 与高贵的我们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你不要胡闹 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我说的话你应该听懂了吧 只见皇子咬紧牙关 是啊 你说的没错 我们也是一样 除了留着相同的血液之外 我和你好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距离蒂娜失踪也有一天的时间了 只见皇帝呆呆地看着外面 难道现在还是没有蒂娜的线索吗 下面的人也是一片寂静 看来你们是都不打算回答真的问题了 只见国王狠狠地瞪着那个家伙 对不起 属下们已经在尽全力搜查了 就现在的天气而言实在是太难了 而此时的国王也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蒂娜的几率很低的 但是我依然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放弃 蒂娜还有生还的希望 只见国王缓缓坐下 脑子里想的全是蒂娜 然后随手拿起了一个抹布捂住头顶 脑子里竟出现了莉莉的身影 话说我能够向你赎罪的方式 就是带给蒂娜无上的幸福 可如今竟发生了这种事情 这边蒂娜刚刚被艾蒙救下 可蒂娜却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次梦里也有艾蒙 而且她还在掉着眼泪 为什么我只是看到你就觉得心痛了 只见蒂娜把手放到了艾蒙身上 她身体里仅剩的一点力量也分给艾蒙了 在她的拼命叫喊下 只见蒂娜猛地睁开双眼 话说这是哪里啊 我明明坠入深海了 只见艾蒙突然把她抱住 话说我这也是在做梦吗 当她仔细抚摸了艾蒙的脸 没想到这触感居然如此真实 可艾蒙的全身竟在发抖 为什么要自己独自一人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如果要是印下烙印的话就能找到你了 我真后悔就这样安静地等着 你见过战友欲这么强的猫猫吗 只因半天没有见到蒂娜 就想她想到满世界寻找 然后紧紧地抱住她怎么也不撒手 不过却是如此温暖 只见她深情地看着蒂娜 似乎还没有从离别之情走出来 尽管抱着蒂娜她的全身也在发抖 就像一个没有依靠的猫猫一样 只见蒂娜猛的遗症 等一下艾蒙 话说为什么要自己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呢 不是我自己去的呀 而且那只是个事故而已 我知道你消失了 但是到处都找不到你 如果印下烙印的话就能找到你了 我真后悔就这样安静地等着 只见二人深深地对视 似乎艾蒙也做了要给蒂娜刻下烙印的决心 只见艾蒙温柔地抚摸她 都把蒂娜弄得有些呼吸困难 但此时的蒂娜也并未说些什么 也只是缓缓地依靠在了艾蒙怀里 当我发现你消失掉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她了 我真的再也不想体会这种感觉 只见艾蒙突然把蒂娜放弄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再这样失去你的蒂娜 这波操作给蒂娜都蒙蒙了 可就在危机时刻 马约特竟火速来到了现场 连忙用小嘴搓着艾蒙并说道 你不要欺负一个刚刚死里逃生的人 这给艾蒙气的 现在的她都想把马约特活通了 只见艾蒙看向了蒂娜 她也绝对不会让刚才的那种事情再发生了 然后一下就把马约特弹飞 又缓缓地向蒂娜靠近了 眼前这个猫猫也太黏人了吧 只见她缓缓靠近蒂娜 可蒂娜好像懂了她的意图 然后一个急转弯就把头转了过去并说道 那个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了 可此时的艾蒙仿佛天打五雷轰一般 只见她构思了一下 当然是因为想你所以就来了呀 给蒂娜都快弄冒烟了 但你是怎么知道我掉进水里的呢 艾蒙想了想 我当时已经到吉尔班半岛了 但是还不知道你们度假地的具体位置 可是我突然发现了拉尔特 刚想上去询问你的时候却听到了意外 那时的我都快要疯掉了 他们说的话在我的脑中不断循环 而且当时你的香气已经很淡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不了多久香气就会不见的 于是我就在拼命地寻找 竟在一个不经意间发现了掉入大海的你 话说我掉在那么远的地方你也能够闻到吗 幸好你身上还保留着一点微弱的神力我才能够找到 只见蒂娜一脸懵地看着她 就是之前的那个戒指里面我注入了我的神力 而就在你失去意识之前将戒指里的神力都吸收了 在那时候我感受到了那股神力所以才找到了你 只见蒂娜想了想 我居然把神力吸收了 可艾蒙却突然上前了一遍 现在你心中的疑惑都解开了吧 我也不会再这样毫无准备地失去你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幸福了吧 身边竟有两个男生贴身保护 而且还能安心到当着他们俩的面睡着 只见艾蒙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然后温柔地对她说 你就好好睡吧 蒂娜醒后只听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 翻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吃的 而且艾蒙一早就出去了 整个冬天这座小屋都空着 看来我只能等着艾蒙回来 可突然马约特竟把蒂娜叫了过去 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只雪白的豹子 话说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豹子吗 它长得真的好漂亮 蒂娜刚想伸出手却被一个声音叫住 话说天气这么冷你不带在家里跑出来干什么 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只见艾蒙冷漠地看了看那个雪豹 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可这只雪豹却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把艾蒙弄得咬牙切齿的 抓住她的皮就把她提了起来 只见蒂娜一脸怜悯 同样是豹子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她呢 这可给艾蒙弄懵了 不过朋友之间就要好好相处才是 雪豹蹲在蒂娜后面就摇头晃脑了 可给艾蒙气得浑身发抖 她是雄性啊蒂娜 我怎么才能和她好好相处呢 算了不在意那些事情了 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就该离开这里了 因为我在附近看到了有很多人走过的脚印 还闻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 只见蒂娜一脸担心 难道是拉尔特和皇帝陛下吗 这边国王和拉尔特已经寻找蒂娜三天三夜了 可目前还是一无所获 难道当初决定带她来到这里就是错误吗 没想到这个选择竟让她丢了性命 我为什么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呢 或许是我在为过去的那些行为而遭到惩罚吧 而我居然连一次对不起都没和她说过 可国王突然竟被一个声音叫住 只见蒂娜把蒂娜带了过来 蒂娜没想到拉尔特居然也来了 只见她一下就把蒂娜抓住 看来拉尔特是真的很担心我呢 不过我不是在对你发火 我还以为你掉进冰冷的海里了呢 只见蒂娜委屈地低下了头 我因为掉进水里失去意识而受了伤 所以现在才回来 但是你现在的表情真的很夸张 只见拉尔特羞红的脸说道 我还在阿代拉面前哭着求她救你呢 可后面的蒂娜竟有些奇怪 明明不是只有拉尔特一个人的气味啊 她为什么那副样子站在那里呢 而且还是一脸的懦弱 真是越看越来气 话说我有什么脸去迎接那个孩子吗 只见蒂娜走了上去 怎么连迎接她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我原以为你并不重视病了 你现在才想要做她的父亲吗 该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 你知道蒂娜因为你的选择 曾经经历了什么吗 她和一对只知道 使唤打骂她的乳店老板夫妇生活在一起 每天只能捡垃圾吃 最后还留下了心理创伤 你为了对她负起责任带她回宫 却又对她不管不问 难道你现在才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孩 你见过这么卑微的皇帝吗 只因没有给到蒂娜爱的关怀 就卑微地给蒂娜弯腰道歉 这边哀蒙找到了皇帝 话说你知道我去皇宫请求你允许我与蒂娜结婚 甚至在邀请她去参加神兽仪式时 也不顾繁琐地征求你的同意 你知道我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吗 因为蒂娜是公主啊 可公主结婚是需要得到皇帝许可的 所以我劝你最好也别太过分 不要总是揭开蒂娜还未愈合的伤口 这段话让国王想起来从前 在他向我寻求帮助的那个瞬间 我应该倾听这一切并请求他原谅他 而我现在还厚着脸皮装作父亲的样子 对他做这些 只见艾蒙突然说道 如果你现在还想成为一个好父亲的话 就先去请求他的原谅吧 但我已经给那个孩子带去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他还能原谅我吗 怎么可能啊 你伤他那么深 他当然没办法一下子原谅你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原谅你的 因为蒂娜一向很善解人意 你也不需为此担心 只见国王缓缓地低下了头 你说的没错 我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而是对蒂娜公主道歉 谢谢你神兽大人 如果没有您的建议 我差一点又要做出对不起蒂娜的事 但我可不是好心好意地给你建议 而是对你的警告 如果你胆敢再一次将蒂娜置身于危险之中 我就会向你证明 神兽是不会屈服于人类的控制之下 现在快去到蒂娜的身边去吧 小公主终于回到了帝国城内 可露西还是眼角含泪 高兴地和蒂娜抱在了一起 可一旁的阿代拉却陷入了沉思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很爱我 也很认可我的能力 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国王 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出现了 开始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点点 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 最终连我最为珍贵的东西也抢走了 但我一定会全部拿回来的 看来必须要采取措施了 给一旁的皮鲁都整得有点疑惑 虽然蒂娜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但阿代拉也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 这个精神不正常的公主 和那几个愚蠢的家伙了 忽然一个暗叹走了过来并说道 公主被神兽救出来以后 就一直在周边的房子中休养 按照您的意思 那些派出去追查蒂娜公主的 公爵府其上已经撤退了 但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绝不能被阿代拉公主察觉到 现在蒂娜公主已经回来了 那么之后的计划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阿代拉现在的行为太不受控制 这边蒂娜还在火堆前取暖 可她却是一脸愁容 听到露西的声音都被吓了一天 只见她端来了一杯安神茶给蒂娜 结果听到蒂娜声音的露西 却开心得不得了 可蒂娜却是十分感动 抱着她的脸说道 我现在没事了露西 但露西说着说着眼角竟流出了眼泪 然后姐妹二人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她是我见过最恶毒的女人 只因没有得到皇帝的宠爱 就想要把蒂娜的脖子扭下来 这边蒂娜二人终于迎来了相逢 也在为自己得救而高兴 但是如果蒂娜再晚来一点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回不来了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也许会躲在别宫里 不再追究这件事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为我担心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皇宫的另一头 皮鲁把所有痕迹都已经处理掉了 皇帝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只要得希尔公爵府的人 不要说漏嘴就可以了 不过阿代拉此时却没有任何反应 要是平时的话 她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感觉就像是暴风雨的前夜 只见她一脸邪恶 我要除掉她 也不必再大费周章了 不是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只见皮鲁一脸慌张地看着她 突然门外竟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地内的侍女有事情禀 现在蒂娜公主 正在前往德西尔公爵府内 对兄妹的祝福 这个消息可让二位不由的一惊 只见皮鲁看向阿代拉 你现在觉得我刚刚说的是要除掉谁了 可此时皮鲁大惊 糟了 话说你比我想象中的更有用了 第一次就给你这个吧 以后你做出的贡献越多 获得的回报也就越大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该采取行动了不是吗 明亮的房间内 只见艾蒙缓缓靠近地内 然后就掏出了一枚戒指 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 谢谢你艾蒙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猫猫吗 先是送给了地内一枚戒指 然后又乖乖地趴在她腿上并说道 我再也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只见地内听完猫猫的话后心都要化了 不过那你还要出去吗 可地内一听这个连忙把头转了过去 即便猫猫怎么撒娇也不行 地内也是只字不提的 只见她心里想着 我可是去威胁那两个人的 怎么好意思带你去呢 然后慢慢地抚摸着艾蒙 你太大地走在路上会把大家都吓到的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 话说这个借口你到底要用到什么时候吗 真是给艾蒙整无语了 只见一阵金光闪过 艾蒙居然又变成了小猫猫 这倒是给地内吓一条 那就抱着我吧地内 你小巧又可爱的野兽被吓坏了 没有力气走路了 还在这里装小猫咪呢 那你就上来吧 真拿她没办法 于是地内就这样出门了 可一旁的侍女却突然出现在了她身后 而且还是一脸的邪恋 这边蒂娜来到了德西尔公爵门前 只见艾蒙缓缓抬头 难道你有怀疑的对象了吗 虽然蒂娜现在还不太确定 不过根据拉尔特的调查 那群狗发生的症状很有可能是人为的 所以这件事值得确认一下 跟他们聊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他们干了 他们看见蒂娜后纷纷给他弯腰起来 只见蒂娜缓缓上前 这个家伙居然慌张地与无伦刺了起来 怎么这里不欢迎我来吗 话说公子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蒂娜终于来到了德西尔府 而蒂娜只是在这里坐着 就把眼前这二位吓得魂不守舍 话说你到底在我的雪橇上做了什么手脚呢 只见她一脸惊慌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做任何手脚 也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可蒂娜的脸却沉了下去 让你受到屈辱的事情一直令你耿耿于怀吧 所以你对我心怀不满 一直想四季报复我 所以对我的雪橇犬做了手脚 想要借此除掉我 可没想到那个男人居然不打自招了 此时的艾蒙已经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原来当初扑向路西的那条狗 其实是想扑向站在路西身后的德西尔的 而且指使他们做这些的就是阿黛玛 只见艾蒙缓缓地走向他们 一脚就把他拍在了地上 竟敢伤害我的蒂娜 原来这种程度的力道不会将你踩死 可突然蒂娜把艾蒙叫住了 然后她瞬间就变为了人形 走吧蒂娜这里又吵又乱 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那我们走吧 我也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不过妄图杀害皇族是要付出代价 别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 这可给蒂娜的侍女吓到了 连忙跑去向阿黛玛汇报了这件事 话说这个侍女还算是有些严厉剑 看样子还能用一段时间 不过那两个家伙居然随便试探了一下 就把实话全招了 只见阿黛玛猛然回头 那就先除掉德西尔公爵家的兄妹吧 为了确保以后的计划不出插错 我们需要清除一切绊脚石 皮鲁居然亲自找上了蒂娜 而且还主动地握了她的手 这边露西突然要离开了 只见她一脸兴奋 原来是他们明天就要回到京城了 反正也是中午才出发 所以你也不用急 话说公主殿下也早点休息吧 不要熬得太晚了 而且哀蒙大人还说 她跟陛下谈话结束后就会回来的 难道是在讨论如何处置 德西尔公爵家的那两位吗 虽然得到了他们俩的供词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很难处置他们 如果他们将幕后主使阿黛拉也供出来的话 陛下又会如何定夺呢 不过我在听到陛下的道歉后 心里觉得轻松了很多 我本以为陛下不会理解这些东西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啊 可突然门外进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罗德森家族的皮鲁公子 这么晚本该是您休息的时间 非常抱歉前来打扰您 只见蒂娜冷冰冰地说道 是啊的确有点晚了 可皮鲁却突然走上前 但是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 这是有镇静功效能够帮助睡眠的茶叶 也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 可蒂娜看着这些却没有一点反应 准备这些东西花费了你不少精力 只见皮鲁漫步上前 竟在一个不经意间 看到了蒂娜手上的绷带 您消失以后真的有很多人都非常担心了 就连我也十分担心您 而且还专门派了嘉宾去寻找您的下午 但是如果我当时站在您这边的话 就不一定会发生那种事情了 眼前这个男生也太善变了吧 只因蒂娜拒绝了他的嗜好 就要彻底摧毁蒂娜眼前的这一切 这边罗德森公爵来到了公爵府 还想让蒂娜接受罗德森公爵府的庇护 只见他突然抚摸了蒂娜的手 然后一脸委屈地说道 陷入到这些会令您受到危险的呀 我保证我的家族一定能够护你周全 虽然听起来很诱人 但是我还要谢绝你的好 我还没有懦弱到需要谁的庇护才能够生存 而是应该让阿代拉停止自己的恶行 此时的皮鲁仿佛天打五雷轰一般 我不会再任由你们胡闹下去了 希望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请回去把罗德森 只见他缓缓地低下了头 那头傲慢的野兽 您觉得他还能够待在您身边多久 不只是神兽能够将人类踩在脚下 请您接好了 他们也曾处于被统治的位置 还有您已经把最后的机会都踩在脚下了 只见蒂娜连忙后退了好几度 他真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皮鲁 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和他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即使我失去了你所说的机会 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还有请你把这些礼物都拿回去了 让我的小猫咪看到的话会不高兴的 只见皮鲁一脸坏笑 这些是我送给您的最后一份礼物 无论是想要烧了还是要丢掉都随您处置 那么属下先告退了 可蒂娜深知她是不可能单纯地跑来笼络我 而且她总是提到神兽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眼前这个男生也太善变了吧 只因蒂娜拒绝了她的嗜好 就要彻底摧毁蒂娜眼前的这一切 这边罗德森公爵来到了公爵府 还想让蒂娜接受罗德森公爵府的庇护 只见她突然抚摸了蒂娜的手 然后一脸委屈地说道 陷入到这些会令您受到危险的呀 我保证我的家族一定能够护你周全 虽然听起来很诱人 但是我还要谢绝你的好意 我还没有懦弱到需要谁的庇护才能够生存 而是应该让阿代拉停止自己的恶行 此时的皮鲁仿佛天打五雷轰一般 我不会再任由你们胡闹下去了 希望我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请回去把罗德森 只见她缓缓地低下了头 那头傲慢的野兽 您觉得她还能够待在您身边多久 不只是神兽能够将人类踩在脚下 请您接好了 他们也曾处于被统治的位置 还有您已经把最后的机会都踩在脚下了 只见蒂娜连忙后退了好几天 她真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皮鲁 没想到她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和她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我失去了你所说的机会 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还有请你把这些礼物都拿回去了 让我的小猫咪看到的话会不高兴的 只见皮鲁一脸坏笑 这些是我送给您的最后一份礼物 无论是想要烧了还是要丢掉都随您处置 那么属下先告退了 可蒂娜深知她是不可能单纯地跑来笼络了 而且她总是提到神兽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德西尔兄妹出事的事情已经传到了蒂娜耳中 虽然士兵说是意外跌入悬崖的 但蒂娜深知此事并不简单 只见她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 然后仔细回想之前的经历 刚刚看到德西尔兄妹的样子 并不像是带领骑士们去什么地方 更像是被骑士们带着往前走 只见蒂娜气喘吁吁的 来到了那座山顶上 只见艾蒙缓缓靠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蒂娜急促地说道 不对劲 艾蒙也嗅到了很奇怪的味道 这是在那两个人身上闻到的 只见艾蒙缓缓蹲下 这个东西是那个女人的没错吧 蒂娜猛然一惊 她们真的在这里跳崖了吗 可艾蒙却发现了异常 她们并不是自愿跳下去的 这里混杂了太多人的气味 不仅仅是那对兄妹的 还有很多其他人的气味 而且我还发现了这个 只见艾蒙用鼻子闻了闻 她瞬间就变得兴奋了起来 都把蒂娜吓了一条 只是稍微闻了一下 这上面的气味就有反应 那些家伙当时到底用了多少 但问题是这种说法 很难让人完全幸福 没有太多能够切实摆在眼前的证据 大家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 这边德西尔得到消息后 还是男人泪水 只见阿代拉痛苦地说道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格外关照公爵府最后的公子 这是最佳的选择 我也是没办法呀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恶毒了吧 为达自己的目的 都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 马车上阿代拉 还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 只见她握紧双拳 马车却突然剧烈摇晃了起来 阿代拉在马车上 被弄得前仰后翻的 只见一个声音传来 好久不见了阿代拉 自己的姐姐受伤了 也不来探望一下 真叫人心寒啊 只见艾蒙说到 你慢慢聊结束后叫我就行 我会和马夫坐在一起 随着关上车门的那一刻 这二位彻底炸了锅 伴随着马车的晃动 他们也在推推嗓嗓的 话说我们的关系 还没有亲密到 需要互相探望的程度吧 就算是皇族的血统 掩盖不住你身上的烈性吗 只见艾蒙在外面咬紧牙关 静敢对蒂娜不敬 虽然很想立马冲进去 给她点教训 但是蒂娜说过里面 发生什么都不许进来 只见艾蒙在外面 蹴坛子都快打翻了 就连一旁的车夫都没有放过 可里面的阿代拉却说 那头愚蠢的神兽 竟敢对皇族无礼 可蒂娜却突然在她旁边坐下 你也看到了 我的猫咪性格有一点灵感 所以我就不多废话 直接进入正题了 这个是你给德西尔兄妹的东西了 此时的阿代拉都慌了 这东西怎么会在她那里 看你的样子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德西尔的手套 就悬挂在峭壁上 这包要是在那只手套里找到的 在得知你背叛了他们俩的时候 他们心里到底是有多委屈啊 蒂娜和阿代拉 终于在马车上相见了 这个东西就是你给德西尔兄妹的吧 在得知你背叛了他们的时候 他们俩心里得有多委屈啊 那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你的两个人 居然在在掉下去的时候 抓住了你的脚踝 只见阿代拉默默地把头低了下去 真是群没用的家伙 看这反应果然是她干的了 她为了伤害我 将小袋子交给了德西尔兄妹 甚至不惜在最后除掉他们 正当蒂娜还在疑惑的时候 阿代拉突然说道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东西 是我给他们的呢 而且你又怎么证明 这里面的东西的成分呢 虽然我有一瞬间被她吓住了 不过仔细想想 即便那个袋子是真的 也都被那两个蠢货用完了 只见阿代拉一脸得意 你根本没有证据啊 虽然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 但是我真没想到 你会把我当做犯人 可当地内要打开那个袋子时 阿代拉又慌了 那现在只需要证明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就好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现在 在拉车的马身上实验一下 如果是的话 就会变成我当时的那种情况了 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此时的阿代拉竟被对得无言以对了 德西尔公子明明已经都用完了呀 怎么看都像一个骗局呢 马车又开始剧烈抖动了起来 看来毗鲁还没来得及向你传达呀 此时的阿代拉都呆住了 所以就到此为止吧 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越界太多了 即便我们留着相同的血脉 我对你的容忍也只能到这里 地内终于把阿代拉好好教训了一番 而且你在隐瞒的那些 和神兽有关的事情 我全部都知道 所以你听好了阿代拉 我从一开始就没窥视过你的位置 也没有想过要抢走你的东西 只要有哀蒙陪在我身边就够了 所以你也别再来侵犯我的领地了 可阿代拉却是一脸腹黑 你已经侵犯到我的领地了呀 而且还从我这里抢走了无数东西 我也只不过是将一切挥处原来的样子 我有理由这么做 这一切明明是你先开始的不是吗 看来阿代拉没有一点悔改之心 那就随便你吧 只见蒂娜敲了敲玻璃 你也该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别再让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了 这也是我作为姐姐给你最后的忠告 我们回宫见吧阿代拉 只见阿代拉大声喊道 别开玩笑了蒂娜 你算什么东西啊就凭你也能够阻止我吗 有本事就在挣扎试试吧 就连蒂娜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我一直知道阿代拉讨厌我 也知道她这种情绪最近变得更加严重 却没想到是我抢走了她所拥有的东西 难道这真的是我的错吗 只见艾蒙偷偷看了看蒂娜 刚想停下来劝劝她 结果蒂娜竟自己拍了拍脸赛 给艾蒙都整得欲言又止 话说你怎么了呀蒂娜 已经发生的事情再后悔也没什么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阿代拉的做法是错误 我一定要在事态严重前阻止她 眼前这个猫猫也太浪漫了吧 居然带蒂娜来到了玫瑰花海 而且这是猫猫偶然发现的 看到以后第一时间就想带你来看那蒂娜 给蒂娜这小心脏撩的不要不要的 然后又给她带了一束花圈 本来我是想送你鹿角的 可惜这附近没有 只见艾蒙温柔地抚摸了蒂娜并说道 不论你做出任何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今后我也是你最亲近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蒂娜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只见蒂娜微微点头 这想不爱猫猫都难啊 皇宫的另一头 此时的阿代拉一脸疲惫 还在想着今天马车上发生的事情 自从皮鲁和我联手之后 就没有再和蒂娜公开见面了 但她既然那样说肯定是有原因的 难道皮鲁也开始犯傻了吗 如果把皮鲁除掉的话 我的计划会变得很麻烦 可想着想着皮鲁进来求见 只见阿代拉一脸不屑 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招 原来皮鲁此次前来 是有好消息汇报 可阿代拉还是一脸傲慢地说 什么好消息呢 那个巴拉喊的后裔 终于学会使用自己的能力 阿代拉一听都跳了起来 我打算下午去看她训练 您要一同前往吗 果然现在除掉她还有点可惜 但是也不能就这样放任她不管 可皮鲁刚打开门 竟和蒂娜的侍女撞了个马回来 原来她此次前来 是有要事想要告诉公主殿下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狠毒了吧 只因这位侍女不想在她手下做事了 就要将她满门抄斩 这边那位侍女找到了阿代拉 还是一脸的害怕 只见她突然大声说道 奴婢不想再做这件事了 给阿代拉都惊住了 你突然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给你的报酬应该不低吧 只见她连忙挥了挥手 报酬不仅不低 我甚至还靠这个工作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 并不是我想要的 就连小姐和公子他们已经出事了 只见她说到奴婢的母亲在故乡并威 所以我就想要回去看看顺便照顾她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会将这些秘密通通都带进坟墓里去 只见阿代拉微微一笑 既然是你母亲并威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于是她就连忙弯腰道歇 只见阿代拉抱紧双臂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相信你呢 就连德西尔兄妹都没能顶住那个女人的威胁 把我们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那么你难道比那二位贵族的嘴还硬吗 一旁的皮鲁瞬间就get到了阿代拉的点 并连忙说道 我会处理调的公主殿下 你果然很有眼力解 那么我们下午在那个地方见面吧 那个侍女再怎么请求也无济于事了 只见皮鲁一脸阴冷 又有一个无辜的人牺牲了 这边约瑟夫还在训练她的能力 她本以为拥有操控神兽的力量这些只是传说 没想到这竟是真实存在的力量 巴拉喊的后裔终于找到控制神兽的方法了 只见她小手一挥 神兽的头也跟着转了过去 这边阿代拉走了过来 听说你终于可以控制神兽了 约瑟夫听到她的声音后不由地全身颤抖了起来 只见阿代拉微微一笑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成果吧 可约瑟夫却是吞吞吐吐了 万一我要是失败的话 您会处理掉我吗 阿代拉都懵了你这是听谁说的 只见她缓缓开口 皮鲁大人说我们当时在神殿里吞下摩金时 已经将您的生命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想要左右你的生命可不是件难事 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真没想到皮鲁居然连这些都告诉他了 那颗摩金时吗 只要你好好的听我的话 我就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你只需要操控野兽们就可以了 事情结束之后我还会给你更多好处 当然也会将你体内的摩金时取得 所以说你只要好好地做一条听话的狗就可以了 约瑟夫刚想开口 却被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 只见皮鲁弯腰说道 属下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只见他们继续往丛林深处走 就连作为山匪的约瑟夫都没来过这边丛林 虽然我们已经喷洒了去除味道的粉末 但是如果被发现的话还是会有危险 可皮鲁突然说道 别再东张西望了 快点走吧 一个眼尖的侍卫很快就有发现 他们面前竟有一只熟睡的神兽 阿黛拉一行人终于找到了神兽 现在就向我展示一下你的实力吧 约瑟夫 可此时的他深知这次失败后的结果 只见他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随即将手抬起 神奇的是神兽居然也动了起来 变换时的颜色起了变化 随着一声令下 这个神兽竟把眼前这个蝴蝶丝的粉碎 虽然成功了 但是这种程度还是不够 然后他又抬起手试了一次 只见神兽缓缓起身 那只蝴蝶竟然落在了他的身上 只见他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 没想到他竟然摆脱控制了 看来约瑟夫已经把牢底都用了出来 虽然他现在还不够成熟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可以操纵神兽 如果继续练习操纵的话 那么今后的一切都会如我所愿的 只见他笑着对他说 只要以后多加练习就能熟练运用了 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 我回去会好好犒劳你 当然这些补偿比起你之后将要拥有的荣华富贵 根本算不上什么 那么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要在天黑之前离开这里 可突然有一个声音把他们叫住 只见阿黛拉猛羊回头 难怪我觉得丛林中的气息有一些变化 就是你们搞的鬼子 只见他头上的宝石在不停闪烁着 潜入我的脑海之中操纵我的行为 看来你们最终是找到巴拉罕的后颜 表面上祝贺手掌登基高呼和平 却在背后利用巴拉罕的后颜 难道想要重演过去的历史吗 约瑟夫的能力已经炼得如火纯青了 仅凭一只手的力量 就能将一只史诗级神兽击倒 这边他们刚要离开 却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只见神兽向他们缓缓走来 吓得他们连忙放箭 结果对神兽完全不起作用 这可给阿黛拉吓到了 只见皮鲁连忙把他护住 结果自己却被神兽击飞了 得赶快逃走才行啊 但是双腿完全不受控制 只见神兽缓缓走来 你们这些人类总是这个样子 利用巴拉罕的后裔来到这里夺走我们的家人 然后用一份和平协议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 现在又想再一次重现那个噩梦吗 你们这些人类贪婪的欲望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头呢 只见阿黛拉微微一笑 我真的没法理解为什么区区一头豹子 居然跑来这里忠告我不要贪心 我做这些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已 我只是想要收回 那些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虽然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但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 就像现在这样 只见阿黛拉双手护头 马上准备迎接审判的时候 只听光荡一声 阿黛拉居然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只见约瑟夫在原地伸出手 那只神兽竟然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阿黛拉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叨 难道是约瑟夫干的吗 原来在刚才千军一发之计 也同时激发了他的能力 仅凭一只手就将神兽弹飞树米 约瑟夫的实力进一步大增 现在的他已经能够控制神兽的思想和意识了 只见阿黛拉缓缓走来并问道 是你做的吗 你还可以做到更好吗 只见约瑟夫微微点头 应该能做到 阿黛拉竟忍不住嬉笑了起来 仿佛是得到了全世界一般 那我们快回去吧 约瑟夫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忙碌起来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 皇宫的另一边 蒂娜他们还在为舞会挑选礼服 可艾蒙的视线却全在蒂娜身上 据说这次舞会的规模 要比以往的那些要大很多呢 但艾蒙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这给蒂娜气得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呀 这次舞会可是为了纪念神兽 与人类之间和谐共处的舞会 我听说你不是和皇帝陛下说过 要在这次的舞会上做点什么吗 所以你要专注一点 只见艾蒙想了想 结果蒂娜居然对他撒起脚懒了 你会认认真真的思考吗 这给艾蒙弄得脸都红了 只见他轻轻抚摸了蒂娜的脸颊 结果大门突然被推开了 原来是露西和马约特来给他们送口头 艾蒙看见他们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话说你们两位已经做好参加舞会的准备了吗 可露西却是一脸的担心 艾蒙大人不知道您是否了解皇宫的礼节吗 就是餐桌上的礼物 以及舞会上要跳的舞蹈之类的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地说 不知道我需要知道吗 给露西下的手里的马约特都掉了下去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调皮了吧 蒂娜和艾蒙还在深入研究 结果她竟端着一盘葡萄就走了进来 艾蒙肉眼可见的有些郁闷 这边露西询问了艾蒙里节学习的怎么样了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地说道 我需要学习吗 肉做熟了拿刀子吃不就行了吗 给露西都被整蒙了 这次我们要和其他贵族一起吃饭了 虽然没有人胆敢说艾蒙大人的不是 但社交界可是一片优雅的丛林 就算是艾蒙大人也没法阻止这些事情 对蒂娜公主造成的影响 一定不能留给那些贵族们任何一点打笔 所以艾蒙大人请向公主殿下学习吧 只见艾蒙一脸坏笑 也是帝那时该教我点东西了 我需要知道很多事情了 虽然我不知道您在想些什么 但我所说的是皇宫的礼仪 就连公主也随身附和道 是啊艾蒙多学习一点也没什么坏事 首先吃东西的时候要挺直腰杆坐正 绝不可以将手肘放在餐桌上 话说人类为什么要这样斤斤计较呢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 就不符合餐桌礼仪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遵守很多规则的 如果你不遵守那些规则 大家就会觉得你没有礼貌 你就会成为大家言语攻击的对象 因此我小时候也觉得十分辛苦 这么说的话我学习这些 就是为了不被人类指责吗 话说我需要这么做吗 只见帝那想了想 这么说来的确如此 因为艾蒙是伟大又强悍的神兽大人 她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小鸟 只因艾蒙在欺负帝那 她就奋不顾身地奔向艾蒙 连忙使出十八般武艺来拯救帝那 这边帝那居然同意艾蒙不学习贵族理解了 只见路西突然起身 绝对不可以这样 艾蒙都蒙了你想说什么呀 因为艾蒙大人在舞会上做出奇怪的举动 会导致其他贵族们瞧不起公主殿下 或者传出什么奇怪的传闻该怎么办了 她为什么一直在指着帝那说呢 只见她突然就悟了 于是瞬间就像帝那一样挺着腰板地坐着 给帝那震的脸都红了 路西你是怎么说服这个固执的家伙的 好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比如牛排什么的这些都需要用叉子来吃 这个样子的餐具就是来吃牛排的 杯子也是分类的 可艾蒙却在一直盯着帝那 而在她的视角里 帝那仿佛就像天使一般 只见艾蒙咽了一口口水 而帝那此时却全然不知 还在给艾蒙介绍着贵族里面 结果艾蒙张开大嘴就朝帝那袭来 给帝那都给整蒙了 快停下你这只变态猫咪 虽然我并不讨厌艾蒙这样做 但是现在路西和马约特都还在这里 此时的马约特感觉整个世界都变暗了 只见她连忙挥舞着翅膀说道 艾蒙大人想要吃掉帝那大人了 看路西不为所动于是 自己就奋不顾身地朝艾蒙飞去 只见她疯狂地用嘴坐着 当初你在那个小房子里 也欺负过帝那大人 可突然她竟被路西用手握住 而且还冒了一脸的汗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猫猫吗 只因帝那没有陪她一起玩耍 她就变得沮丧了起来 话说舞会是什么时候举办来着 只见帝那想了想大概是十天以后吧 可艾蒙似乎变得惆怅了起来 要在十天之后进行发布的话 那距离举办仪式还要忍耐多久啊 看来艾蒙很期待舞会的到来啊 突然帝那把一旁的路西叫住 看来今天很难继续学习餐桌礼仪了 那么今天就教艾蒙大人 舞会上要跳的舞怎么样 请公主不必担心 这次就由我来指导艾蒙大人吧 说完二人就操练了起来 很好艾蒙大人 就像这样轻轻地扶住我的腰 只见帝那的眼神很难从他们身上一开 好像胸口又有点疼痛了 话说他们俩是不是靠得有些太近了 在帝那的视角里 他们俩都快起飞了 帝那在脑海里又想到了 艾蒙之前对她说过的话 人类是不会随便对她做出那种行为的 正当帝那还是一脸闷闷不乐的时候 一旁的拉尔特居然颤抖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公务繁忙我都没时间来这边 当我满怀期待地过来时 结果却看见了眼前这一幕 我那时瞬间就郁闷了呀 只见他猛地把水杯砸向桌面 艾蒙大人还是由我来叫您吧 拉尔特一个剑步就挡在了路西前面 没想到场面竟是如此的美好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皇子吗 只因看到了路西在和艾蒙一起跳舞 就被气到全身发抖并说道 我比路西更会跳舞会的舞蹈 随着歌声的响起 这二位竟在房间内翩翩起舞 而且他们跳得比想象中的更好呢 路西可能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吧 虽然他是我的弟弟 但是行为是真的古怪 昏暗的房间内 蒂娜端坐在床上 只见艾蒙一脸傲娇地说道 我现在跳得可好了吗 我和拉尔特一起练习了那么久 只见蒂娜微微一笑 今天辛苦你了艾蒙 艾蒙突然拉起了她的手 一下就把她抱了过来并说道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 我可以和你黏在一起吗 可蒂娜却露出了一脸愁容 随着艾蒙越走越近 蒂娜的心也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那么将我的手放在你的腰上 然后就要开始了 蒂娜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要和我一起跳舞啊 拉尔特叫得还不错吧 伴随着夜晚冰冷的空气 和隐隐照进窗内的月光 我和艾蒙在这月光之下跳起了舞 这场景就像是在做梦一般 而且此时的艾蒙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 只见她突然开口 蒂娜你口渴吗 不知为何我只要看到你 我的身体就像被火点烂了一般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感觉 只要面对你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蒂娜只要是为了你 我什么事都愿意去 看来我的小猫咪是真的长大了 皇室的贵族宴会终于开始了 而且这次的主人公是艾蒙 只见大街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而且陛下他也十分重视这次舞会 这次真是多亏了艾蒙的创意 托他的福大家都不再顾及彼此的身份 相处的也十分融洽 但即便如此 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帅气的神兽大人 可突然有一个声音把蒂娜叫住了 只见一个黄发少年向蒂娜走了过来 话说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好闻呢 难道是有什么诀窍吗 蒂娜一眼就认出了他是神兽大人 只见蒂娜突然一惊 话说他们三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净了 可又有一只小黄突然冒出 我只是有些好奇 你和神兽大人生出的孩子 到底是人类还是神兽呢 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 可突然竟有一只手朝他袭来 又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到底说了什么能让这个人类如此慌张 原来这位也是神兽大人 话说我们都见过几次面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吗 只见三人尴尬地做了自我介绍后 桑迪就被他对象拽跑了 给蒂娜弄得也是一脸懵 当时参加仪式的时候 还以为他们是小巧可爱的动物 可蒂娜一想起他刚才说的话 把脸禁度游得红了 艾蒙虽然长大了 但也是刚刚完成成年仪式 而且艾蒙和我现在还什么关系都不是 结果蒂娜的脸却是越想越红 她是我见过最坏的恶毒女配 帝国内人类与神兽正在喧呼和平 可她却对国王说恭喜 您将神兽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边见面舞会迎来了高潮 国王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因为此刻才是帝国享受真正和平的瞬间 广袤无垠的神兽密林将永远怀抱着帝国 帝国也将永远膜拜神兽 就像这庭院中盛开着的美丽鲜花一般 人类和神兽之间的信任也必将绽放开来 我坚信人类和神兽之间将会迎来真正的烦恼 让我们为人类的安宁和神兽的神圣干杯 此时的蒂娜看了看艾蒙 其实我原本还有一些担心 好在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 我有一种预感之后只会有好事发生 可一旁的阿代拉却是一脸阴了 怎料她竟走到了皇帝面前 恭喜您将神圣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句话都给国王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只见国王拍了拍她的肩膀 阿代拉 请注意你的言行 人类和神兽之间已经不同于以往了 所以陛下和拉尔特就允许那个卑贱的东西留在身边了吗 人类和神圣能够开启现在这般和谐的局面 都是因为有你姐姐在其中当中 因此不是你和拉尔特 而是蒂娜公主站在我身边才对 你们也都是我的孩子 是继承了同一条皇室血脉的皇族 我的确曾经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 但是我明白了站在各自的位置上 就要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作用 阿代拉此时在心里默念这句话 我会牢记 再牢记她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狠毒了吧 只因国王没有答应她的请求 尽控制神兽朝国王扑去 这边阿代拉找到了皮鲁 之前的计划需要做一些调整 既然要做就要做出点成绩来 约瑟夫你现在就到你的位置上去 我要让您看看这份和平到底有多么脆弱 桑迪看着眼前的美式静止不住地流口水 可是哈拉却发现了异常 好像最近都没有见到奥玛丽大树了 应该是去旅行了吧 她原本就喜欢四处旅行 可桑迪却说道 最近连拉比那家伙也不见了 原本想去找她一起来参加舞会的 结果把整座丛林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 艾蒙听后感到有些不对劲了 而且手掌大人 几天前在丛林里 我忽然觉得丛林中的气流似乎发生了变化 当时我以为怀了针以后变得有些敏感 所以就没在意 但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些不安 话说手掌大人有什么想法吧 每天夜里我把蒂娜哄睡着后 就会立刻回去搜查丛林 一天都没拉下过 虽然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异常 但总感觉丛林非常寂静 还发现了一只死蝴蝶 也许只是我担心过多 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一下 虽然之前经历了很多波折 但即便如此你还是我们的手掌 艾蒙似乎也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在危险降临在真的身上之前 让我先将这些问题处理好 居然还这样拐弯抹角地暗示我 只见哈拉微微一笑 你能明白就好 哈拉的感觉一直以来都很准 我有必要调查一下 怎料一旁的贵族们竟在窃窃私语 正如传闻中所说 他们也不过是些单纯的野兽吧 怎料桑迪他们都听到了 这群家伙还真是自以为是 只见桑迪微微一笑 手掌大人您不建议吧 桑迪的手下一秒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请你再说一遍 我的态度很轻浮吗 那么被轻浮的野兽给抓住感觉怎么样 只见他痛苦地给桑迪道歉 刚刚不是还说得挺惊性 怎么这就动摇了 怎料桑迪的瞳孔竟突然变了颜色 地旁的哈拉也察觉出一场 空气中弥漫着红色的闪电 没想到桑迪竟然变为了原形 朝着陛下就走了过去 她是我见过最坏的恶毒女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竟不惜控制神兽扑向自己的父亲 到头来还满嘴地愿意道德 我要让你看看你为之 伸出和平之手的那些神兽们 到底是怎样危险的存在 只见国王看着眼前这场面都懵了 可就在危机关头 李昂突然冲上前把桑迪抓住 只见桑迪看到哈拉的时候 一下子就变得软蒙可爱了起来 我也只是想要吓唬吓唬 那个出言不逊的家伙 虽然在刚才闹剧被哀蒙及时制止了 但这一波也弄得国王有些亮枪 只见一旁的贵族又开口了 你们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吗 竟敢威胁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和他的家臣 就当他没完没了的时候 国王突然出现把他叫住 够了多米聂侯爵 少说点吧 我是保护人类和保护百姓们的皇帝 为了保护你我也许要再一次与神兽结约 但即便是被神兽踩在脚下 我也会拿剑在站的 可是必须是在你的行为举止 都没有错的前提下 这波言语对的他是无话可说 桑迪也来为刚才的行为表示歉意 只见国王看了看他 我会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了解清楚 在我再一次找你之前 你就在家禁足反省吧 一旁的艾蒙感觉有些不对劲 虽然现在的桑迪和平时没有两样 但桑迪当当的眼睛又怎么说了 而一旁的阿代拉见此场景 却露出了微笑 艾蒙终于和蒂娜表白 还送给蒂娜一枚大钻截 怎料艾蒙还没反应过来 蒂娜就拉起她的手说道我们结婚吧 这边国王因为刚才的闹剧也受伤了 哈拉一下就把桑迪勒住 你到底为什么冲出去啊 只见桑迪一脸汗水 我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的 但忽然就像有人控制了我的大脑一样 事情变得是越来越离谱了 只见艾蒙大步上前 伸手捏住了桑迪的脸 话说手掌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没有什么能够让眼睛变换颜色的本领吧 怎料艾蒙求真相无果后一把就将桑迪推开 虽然只有一小会 但她眼睛的颜色确实发生了变换 就在艾蒙满是疑惑时 一旁的蒂娜突然走了过来 怎料却发现刚才桑迪的眼睛的颜色和蒂娜一样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 舞会结束之后我要去找艾莎长老谈谈 只见蒂娜一脸担心 艾蒙你没有受伤吧 怎料艾蒙听完就紧靠在了蒂娜身上 我没有什么事桑迪也没事了现在 这件事我之后会单独去找皇帝去谈 所以现在我们去享受舞会吧 只见二人来到了阳台 从刚刚的情况来看这段时间的练习很有成效了 现在就算你是人类也会有人相信了 只见艾蒙突然把她抱起 然后把蒂娜的手套摘下 并掏出了那枚最漂亮华丽的戒指 给蒂娜亲手戴上 那么蒂娜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神兽的欢迎仪式上 艾蒙终于和蒂娜表白 还为她精心准备了一枚戒指 只见蒂娜拉起她的手说道 那我们结婚吧 二人的小心脏都扑通扑通的 怎料王子竟突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看见拉尔特的蒂娜一下就把艾蒙推开 只见王子咳嗽了两声 很抱歉打扰到你了 不过陛下马上要发表重大的演讲 我们要回到宴会厅了 艾蒙听到宴会厅这三个自私耳朵都竖起来了 连忙把蒂娜抱起 那我们也快走吧 艾蒙这反应真是给蒂娜吓一跳 换做平时的话 她肯定会因为被妨碍到而闹得不可开交 帝国的大厅内 王子把他们二人带到了国王面前 只见国王把面具摘下 这场舞会的主人宫门终于到了 我在这里向今天为这场舞会 增光天才的每一位表示感谢 在重大演讲开始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摘下面具 以开心的心情送上祝福 只见国王突然把蒂娜叫住 祝贺你订婚 祝贺你和神兽大人永远幸福 下面的贵族也纷纷投来祝福 只见蒂娜一脸猛地看着他们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是先装作若无其事地混过去 一旁的艾蒙突然开口 你要举杯啊蒂娜 人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一起举杯 这还是你告诉我的吗 艾蒙看起来倒是完全不意外的样子 只见国王举起酒杯 那么让我们为了这个快乐的日子干杯吧 艾蒙再也没法忍耐 说啥都要在蒂娜身上刻下烙印 就在刚刚 艾蒙和蒂娜在众人面前订婚了 此时的蒂娜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也装作若无其事地混过去了 只见他小声地询问艾蒙 难道你早就知道这场订婚仪式了吗 可艾蒙听后却异常地淡定 这是我和皇帝一起准备的 那要是我没有接受你的求婚该怎么办啊 这句话倒是给艾蒙弄郁闷了 但是之前我向你表白的时候 你也说过喜欢我的吗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你说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的 还有我没想过你会拒绝我 只见艾蒙突然上前和蒂娜说了几句悄悄话 怎料却给蒂娜弄害羞了 你这个变态猫咪 可突然有声音把他们叫住了 原来是艾莎大长老 话说这还是仪式之后第一次见你 只见大长老盯着蒂娜说道 原来之前一直以小豹子的形象到处走动 全都是因为这位公主啊 艾蒙见状连忙挡在了蒂娜面前 过几天我会去拜访您的 我有些问题想要问您 话说我还以为今天您会嫌麻烦不来了吗 没想到您居然来了 别提了 桑迪和哈拉那两个孩子在我那里 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好久 艾蒙蒂娜也谢谢你们成为了 神兽和人类和谐的星期 也祝贺你们订婚成功 怎料蒂娜竟在一个不经意间 突然注意到了人群里的阿黛拉 她这表情难道是在笑吗 昏暗的房间内 只见蒂娜趴在屋子中央 才一会没见艾蒙就想她了 怎料艾蒙竟突然出现到了蒂娜眼前 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不想再一个人待着 所以就赶紧结束会议来到了这里 只见艾蒙突然拉起蒂娜的手说道 我不是说过再也没法忍耐了吗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可怜了吧 只因为了让艾蒙刻下烙印 净导致她病倒了整整一天 这边无法忍耐的艾蒙拉起蒂娜的手 按照你们人类的规矩 只有结了婚 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过夜 所以我一直都在期盼着这一天 我们现在已经算是结婚了 因为我们已经在万人面前宣布过 只见艾蒙深情地看着蒂娜 把蒂娜弄得脸都红了 这突然是在说什么呢 怎料艾蒙下一秒就把她扑倒在床上 你别想逃走了蒂娜 我看到对方逃跑的样子 就会有狩猎的冲动 但你也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伴随着夜晚的宁静 蒂娜也逐渐坦然了 只见她抱住艾蒙 我爱你啊 结果第二天蒂娜就后悔了 真不该轻易听信她说的那句 不会让我受伤的话 没想到结果导致我病倒了整整一天 虽然我知道烙印之后会发热 但只要我觉得幸福就可以了 只见蒂娜抚摸着自责的猫咪 为了安慰她蒂娜突然张开双手 整天待在皇宫里真是憋美 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 你会和我一起去吧 只见这二人盛装打扮来到了集市上 怎料只因一个男生走得和蒂娜有些近 竟遭到了艾蒙的无情白眼 只见艾蒙一脸担心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人太多了有点危险 关键时刻还得靠蒂娜安慰艾蒙 不是还有你守护在我身边吗 怎料当艾蒙想拥抱她时 蒂娜竟一个转身完美避开 原来蒂娜是被这些漂亮首饰所吸引了 眼前这个猫猫也太傲娇了吧 只因别的男生走得和蒂娜有些近 她就想把那个男生的脖子咬断 这边蒂娜来到了一个饰品摊 一眼就挑到了给小猫戴的项链 还满眼骄傲地说道 我养了一只黑色的猫咪呢 老板娘听后又掏出了一个镇垫之宝 这倒是给蒂娜担住了 我的小猫咪有些挑剔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戴呢 谁料艾蒙突然举起手说道 请帮我把这两个装好 只见蒂娜一脸惊讶 你为什么要买两个呀 那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那个挑剔家伙的宝宝呀 不是你说的吗 想要给你养的猫咪 但是那只猫咪太大了 所以只能给小猫了 如果想要看着小猫戴上这条项链的话 我们得再努力努力了 只见蒂娜的脸听完瞬间就红了 这只猫咪以前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变态 蒂娜突然注意到了身后的小孩子 他们玩得真的很开心 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只见蒂娜深情地看着挨猫 遇见你之后的每一天都像是奇迹 为我的生活带来满满幸福的你 在向我求婚的时候说 无论何时都会陪伴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真的幸福的快要窒息了 所以从今以后我也会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 如果你和我结婚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比现在更加幸福的 我爱你艾蒙 帝国的皇城外 只见艾蒙吞吞吐吐的 原来她明天要去见艾莎大长老 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究之前发生的怪事 而且马上又会有新的神兽诞生 所以你这段时间就好好地和露西待在一起 因为到了晚上你还得陪我一整夜呢 只见蒂娜听后大声喊道 你这只变态猫咪 但艾蒙还是伸出双手 突然把蒂娜抱起 那我们回去吧 我们今天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我弱小的蒂娜 为了你我当上了手掌 但不论是丛林还是手掌 只要无法守护你就全都失去了意义 所以请你再稍微等待一下吧 神兽丛林内 艾莎大长老突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气息 随后拉比缓缓走出 只见大长老一脸严肃地说道 是谁在操纵着你 真不愧是长老啊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那些被巴拉喊的后裔操纵了的神兽们 眼睛都会变成银色 但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 不要躲躲藏藏的了 大长老一下就认出了阿带拉 帝国不是想要和神兽和谐共处吗 只见阿带拉一脸坏小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将神兽踩在脚下的办法 还有什么讲和的必要吗 但在长老眼里 你不过是又想要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助手把渺小的人类 虽然我不知道你做这些事为了什么 但很明显在你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会失去很多无法挽回的东西 眼前这个女生也太狠毒了吧 只因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竟不惜控制拉比向神兽手掌扑去 这边阿带拉叫约瑟夫控制神兽手掌 谁料这能力竟然在他身上不起作用 就当手掌朝他们扑去时 拉比竟突然扑上前把手掌咬住 在一人一兽的控制下 神兽长老最终也倒了下去 帝国的皇城内 艾蒙还在哄蒂娜睡觉 谁料他都困成这样了都不舍得睡 还说要先送艾蒙离开 可艾蒙刚要起身就被蒂娜叫住了 你说 阿带拉是因为觉得我夺走了属于他的一切 才会做这些事情的吗 仔细想想阿带拉之前 并没有一直以一股形的欺负 如果就欺负而言 反而是拉尔特更严重一些 可阿带拉现在为什么要亲自出面做这些事情呢 难道他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还隐藏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守护你的 只见艾蒙轻轻抚摸蒂娜的脸 你真是可爱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你就是我的全部阿蒂娜 谁料在蒂娜的梦里 竟出现了两位神秘的人 而那个女生尽管他叫巴拉罕 只见他抽出了那把宝剑 而这就是他驱赶大地上的阴霾室所使用的剑 我的使命是太古之时驱赶大地阴霾 开垢土地 现在离我完成使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所以我认为管理人类的女现在更需要这把剑 而巴拉罕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神 谁敢相信 蒂娜竟然在梦里看到了艾蒙被一位金发少年所伤 这边艾蒙离开后 蒂娜在梦里看到了艾蒙和别的女生抱在一起 还有一位手持宝剑的陌生男子 只见那位女生突然说道 如果我失去神力的话你会离开我吗 可在艾蒙心里 那种东西还不如全部丢掉呢 因为艾蒙再也不想为他担心了 那位女生听后则说道 即便你不再是神明你也依旧是这大地的光芒 是丛林的守护者 也是我的统治者呀 话音刚落他就扑到了艾蒙的怀里 我现在就是想在你的怀里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用这份小小的力量 一直守护着我猫咪 谁料还没等艾蒙开口 一旁的巴拉罕突然说道 你要把剩下的神力分给这个野兽吗 你想要成为一个平凡的人类吗 你这是准备背弃作为神的使命吗 你清醒一点好吧 拉菲炎你是神明 怎么能将自己的神力给这种低贱的野兽呢 谁料拉菲炎镜突然说道 你别招惹他 他是我的 而且我将这把剑给你 让你站到人类面前 是想让作为人类神明的你最后一次对他们示意恩惠 可巴拉罕却不认同他的观点 反而觉得人类需要由他们来支配 你只是被那头野兽给迷惑主 否则你是不可能否认我们存在的意义 谁料话音刚落 他竟把剑朝着埃蒙回去 这股力量应该由我来承认 谁敢相信 蒂娜竟然在梦里看到了埃蒙被别人刺伤 他也因此流下了眼泪 虽然他的记忆有些模糊了 但蒂娜能够清楚地记起那些 他分明是在看着他求助的 蒂娜现在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有很多问题都在困扰着他 这些也在告诉蒂娜 他必须要和阿代拉再见一面 他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谁料拉尔特近一大早就跑来蒂娜这里 无论蒂娜怎么询问他也是闭口不谈的 原来他也不想这样 可就在那天晚上 埃蒙大人突然找到了他 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替我守在蒂娜的身边 因为埃蒙大人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 埃蒙在这里能相信的人只有拉尔特 所以蒂娜就拜托你了 因为怕蒂娜担心 所以不要告诉他我来找过你的事情 所以拉尔特面对蒂娜的询问才是闭口不谈的 可蒂娜早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当他打算把拉尔特丢给露西时 蒂娜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话说你从小就经常和阿代拉在一起吧 只见他点了点头 那时候阿代拉和我的关系虽然还不错 但除了一些社交活动以外 我都没有和阿代拉在一起过 而且我又增加了下一任皇帝课程 可能这也是我们没能经常在一起的原因吧 而蒂娜在想阿代拉之所以这么讨厌我 会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你想想看小时候你也和阿代拉一样讨厌我 但总是跑出来欺负我的并不是阿代拉而生 阿代拉即使是欺负我也从来不会越线 就猜出阿代拉已经找到了巴拉罕的后裔 这边蒂娜和王子分析 阿代拉做出那种事并不是单纯讨厌我 只见王子想了想 阿代拉开始变化的那个时间点 那天王子要去见陛下 结果却发现阿代拉已经在里面了 虽然王子没有仔细去听 但陛下分明是提到了巴拉罕的后裔 而且阿代拉还拿着一把钥匙 蒂娜也反应过了 巴拉罕的后裔不就是能够操纵神兽的 虽然我们最近和神兽们签订了和平协议没有继续寻找 但陛下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在寻找巴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也受到了她的影响 对神兽充满了敌意 但是随着我们和神兽之间的变化 这件事情也已经成了过往明烟 看来阿代拉不是这样想的 只见蒂娜把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 再加上梦里的那个奇怪画面 蒂娜猛然惊醒到 等等巴拉罕的后裔可以操纵神兽 这样来说之前发生的那些离奇的事情难道是 拉尔特我们要马上找到阿代拉 他说不定已经找到巴拉罕的后裔了 王子听后都惊了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可疑的事情 他们对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还有桑迪前阵子在舞会上被操纵的事情 如果说阿代拉找到了巴拉罕的后裔的话 那么这一切就都说得空了 只见蒂娜突然起身 我们必须马上去找阿代拉 如果放任势态的话 神兽和人类之间又要爆发战争了 阿代拉终于和王子坦白 他已经找到了巴拉罕的后裔 这边蒂娜刚要去找阿代拉 结果却突然被王子叫住 先让我去找他说说看吧 因为不论是你还是阿代拉 都是我极为珍贵的家人 虽然我也知道阿代拉在策划着什么 但没想到居然是这件事 其实王子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些 我之所以一直袖手旁观 不过是希望阿代拉能够主动停手 我先试着找阿代拉谈谈吧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阻止阿代拉的机会 神兽森林内 阿代拉二人还在练习着他的能力 巴拉罕照这样下去 应该可以同时控制二十只左右 只见阿代拉微微一笑 那就先回去吧 咱们从凌晨就出来练习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有些累了 可巴拉罕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可当他回头时 后面却是一片寂静 谁料那个男人竟然出现 我是说你能够操纵的野兽数量 你还可以操纵更多的 难道你不想得到更为强大的力量吗 就快到神殿里去吧 这边阿代拉突然询问道 你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谁料约瑟夫说道 公主殿下我要到神殿里去 我要去找回我原本的力量 阿代拉二人刚回到宫殿 结果却发现拉尔特在等他 只见他微微一笑 咱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喝茶了 就当阿代拉让他进来时 王子今突然询问道这个人是谁 你真的找到巴拉罕的后裔了吗 只见阿代拉回头微微一笑 你说的没错 阿代拉终于和王子坦白 他已经找到了巴拉罕的后裔 这边蒂娜刚要去找阿代拉 结果却突然被王子叫住 先让我去找他说说看吧 因为不论是你还是阿代拉 都是我极为珍贵的家人 虽然我也知道阿代拉在策划着什么 但没想到居然是这件事 其实王子也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一些 我之所以一直袖手旁观 不过是希望阿代拉能够主动停手 我先试着找阿代拉谈谈吧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阻止阿代拉的机会 神兽森林内 阿代拉二人还在练习着他的能力 巴拉罕照这样下去 应该可以同时控制二十只左右 只见阿代拉微微一笑 那就先回去吧 咱们从凌晨就出来练习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有些累了 可巴拉罕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可当他回头时 后面却是一片季节 谁料那个男人竟突然出现 我是说你能够操纵的野兽数量 你还可以操纵更多的 难道你不想得到更为强大的力量呢 就快到神殿里去吧 这边阿代拉突然询问道 你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谁料约瑟夫说道 公主殿下我要到神殿里去 我要去找回我原本的力量 阿代拉二人刚回到宫殿 结果却发现拉尔特在等他 只见他微微一笑 咱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喝茶了 就当阿代拉让他进来时 王子竟突然询问道这个人是谁 你真的找到巴拉罕的后裔了吗 只见阿代拉回头微微一笑 你说的没错 王子终于下定决心 要和阿代拉争夺皇位了 可阿代拉却觉得他是不自量力 那你觉得利用巴拉罕的后裔 就能够成为皇帝吗 皇帝陛下真正期盼的是 与神兽和平共处 贵族们和大部分的国民 也都遵从着他的旨意 而最为支持他这一想法的人 就是蒂娜 以及支持着他的我 但是你除了巴拉罕的后裔之外 你还有什么呢 再也没有其他人会欢迎巴拉罕的后裔了 再加上这家伙除了能够操控神兽之外 还能给你带来什么帮助吗 阿代拉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你 我原以为你总有一天能够自己醒悟过来 但如果你继续这样 我就不会再坐视不管了 不仅仅是为了守护我所爱的人 而且我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姐姐继续搓下去 求求你给我一个挽回的机会吧 这是这一次你之前所做的一切 我都会为你遮掩 我明天再来找你 到那时希望你可以给出一个 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带王子出去后连忙把他的侍女叫住 只要阿代拉公主外出你就来告诉我 而且这件事不可以让公主知道 这边巴拉罕的后裔也觉得那位王子说的没错 一旦神兽消失的话 我的能力就不会再有用 到时候这位公主就会将我抛弃 谁料阿代拉突然把约瑟夫叫住 没有时间休息了 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现在掩盖一切已经太迟了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大用处 她是我见过最荒唐的女生 面对王子的劝告她不仅没有悔改 反而还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边蒂娜还是有些坐立不安 蒂娜十分困惑时 马约特突然从窗户飞来 只见她扑扔着翅膀 快去帮帮神兽大人他们在坑里 蒂娜听完都懵了 然后连忙往神兽森林跑去 蒂娜来到了那个坑前 没想到就连艾莎大长老都在这里 蒂娜见此直接瘫坐在地 原来这都是巴拉罕的后裔干的 阿代拉公主找到了她 而且巴拉罕后裔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 照她这个速度她马上就可以操纵所有的神兽 这样过去的悲剧会再次上演 蒂娜紧明嘴唇 我应该早点行动的 如果我那时候强硬地阻止了那个孩子就好了 拜托你帮帮我们吧 艾蒙也无法抵抗巴拉罕后裔的力量 长老大人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 可她刚说完太古之神宝剑 就突然感到一阵摇晃 是他们来了 快点离开这里公主 继续留在这里会被他们发现的 可就当蒂娜无动于衷时 她的身后突然伸来一双大手 一下就把她拉走了 这边阿代拉明明听到了什么声音 但皮鲁却说应该是神兽的声音 人类很难走到这么深的地方 阿代拉想了想也确实如此 这边王子和蒂娜配合默契 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那我们现在要直接去往神殿吧 蒂娜终于找到了神兽长老 结果却差点被阿代拉发现 这边阿代拉听信亡灵 要去神殿寻找太古之神赐予巴拉罕的宝剑 蒂娜听到这猛的异境 梦里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闪过 如果阿代拉说的那把宝剑 是我梦中出现的那把的话 那个亡灵就是巴拉罕 要是让阿代拉拿到那把宝剑 我们所有人都会危险 带他们都走了以后蒂娜说道 拉尔特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你现在马上去找陛下 情况紧急咱们必须马上分头行动 然后一起制定对策 找到能够保护大家的方法 我也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我要守护埃蒙和神兽们 这边埃蒙也发现了异常 布条和血迹这是打架的痕迹 人类是不可能走到这么深的地方来的 长老的气息和一些 令人不快的气味混杂在一起 这边桑迪走来汇报 长老依旧不在家 还有很多神兽 也已经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 但埃蒙手上的布条有长老的气息 迄今为止 长老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长时间 那些消失的神兽和长老空荡的房子 这很明显是在我的丛林中 发生了令人不悦的事情 而且另一股气味桑迪 在舞会的时候也闻道不 这边阿代拉一行人来到了神殿 可皮鲁却请求留在外面 王子已经知道了巴拉罕后裔的存在 他找到这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以防万一我们必须要 对周围的环境保持警惕 那把宝剑 可就在他们要实施计划时 神殿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埃蒙和桑迪静静直朝他们走去 阿代拉见词有些慌张 可巴拉罕却是一脸微笑 好久不见了 贪图神明力量的卑贱野兽 他连忙安慰公主道 没什么可担心的公主殿下 我会杀掉这头黑豹的 现在的我无论是什么样的神兽 都可以轻易地操纵 埃蒙根据大长老留下的线索 看来就是你这个家伙 巴拉罕的后裔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都是因为你 那天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同时还受到了伤害 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重演了 可巴拉罕听后却一脸嘲笑 你只不过是 没有拉肥炎庇护就什么都做不了的野兽罢 话音刚落宝剑就朝埃蒙回去 埃蒙很轻易地躲开了 如果你以为单凭一把剑就能够压制我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谁料桑迪和哈拉突然朝埃蒙哭去 他们瞬间就将埃蒙咬住 虽然只要埃蒙下定决心 就能够制服他们 如果埃蒙现在和哈拉打起来的话 简就会有危险 到此为止了 我们之间这令人厌恶的孽元 身后的阿代拉见此小脸威火 如果约瑟夫连那只野兽都能操控的话 这一切终于都如我所愿了 就在埃蒙的意识逐渐模糊时 埃蒙突然想起了拉肥炎 埃蒙和巴拉罕的后裔再次相遇 可他的力量在埃蒙身上丝毫不起作用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公主抛弃时 阿代拉突然上前道 打起精神来约瑟夫 现在可不是你傻呆呆发愣的时候 在那只神兽追过来之前 我们要赶快到坑那边去 约瑟夫听到这都懵了 只见埃蒙突然说道 你们想往哪里逃 可还没等埃蒙说完 他又被桑迪哈拉二人围住 丝毫不顾及自己身体盲目进攻 这种状况下怎么能够好好和他们对战了 就在他们扑向埃蒙时 阿代拉见此大喊道 就是现在约瑟夫 快跑 从这里逃出去的话 我们就能够操纵这些神兽 率先干掉妨碍我们的家伙 埃蒙听后瞬间急了 不可以 这边蒂娜还在寻找埃蒙 艾莎长老却被阿代拉关押在那个深坑中 那么埃蒙很可能还在神兽的丛林里寻找艾莎长老 如果埃蒙见到了阿代拉他们 要赶快去告诉埃蒙这个情况 谁料突然有个声音把他叫住 好久不见那蒂娜公主 蒂娜在这里看到皮鲁很是疑惑 你刚刚不是去神殿了吗 那么公主殿下 您在这种危险的地方干什么呢 这里是神兽的领域 未经允许人类是不能随便踏入的 但现在这个领域已经消失了 公主您不是也知道吗 阿代拉公主已经掌握了操纵神兽的力量 待她成为皇帝凌驾于神兽之上后 她想要铲除的第一个人应该就是你 蒂娜森林偶遇皮鲁 她却劝蒂娜离开这里 但对蒂娜来说个人的安危根本不重要 帝国的那些百姓以及其他的神兽们 他们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这件事因我而起 那么就由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皮鲁已经猜到蒂娜会这么说 皮鲁的意识也逐渐模糊了起来 就让我来帮助您吧 为了让您逃走我只能这样做 这边王子也闯入了国王办公室 陛下巴拉罕的后裔出现了 他现在和阿代拉在一起 他们正带领着神兽们向皇宫的方向袭来 陛下听到这直接摊坐在了凳子上 我原以为那个聪明的孩子一直以来什么都明白 都是我的错呀 蒂娜被皮鲁绑架 他把艾蒙彻底惹怒了 这边王子要在事态更糟之前阻止他们 我们要先疏散城内平民 在各个场所配好帝国军队 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 一定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先将大家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来统领帝国军 王子见此也满是崇拜 是 陛下 大家沉着冷静地移动到各自的区域 在各个房间的内部和外部各安排四名骑士 剩余的兵力到陛下那里集合 皇宫内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 可王子突然被前面的宫女吸引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突然有一只麻雀从外面飞了出来 而且麻雀还会说话 只见马约特连忙飞到王子环里 快帮帮我鲁西的跟屁虫 蒂娜公主被人绑架了 他在丛林中和一个人谈话 谁料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你再说一遍蒂娜他怎么了 蒂娜大人被绑架了 有个男人在神兽的丛林中把蒂娜大人打赢了 然后就将他装进马车里带走了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只见马约特扑隆着翅膀 他们都叫他公子 他说的好像是皮鲁公子 埃蒙也知道 但是阿代拉和皮鲁不是同伙吗 为什么皮鲁要把蒂娜带走了 而且刚刚在那里也没有看到皮鲁的身影 皮鲁是听从阿代拉的命令开始行动了 不过当务之急是找到地面 话音刚落 埃蒙和马约特就冲出了皇宫 阿代拉和国王再次相见 他把国王的心都伤透了 这边阿代拉一行人来到皇宫 结果里面到处都是空的 看来我弟弟已经提前行动了 他们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可他们刚要寻找就有一个声音传来 我来晚了非常抱歉 我从丛林出来时稍微在路上耽搁了一下 阿代拉这才想起来 有嫌疑的不止拉尔特一个人 事实上还有一个人 现在在皇帝和王子的阵前指挥下 宫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逃向宫外了 可阿代拉询问地内是皮鲁却愣了一下 他应该是在王子的安排下提前撤离了 也是拉尔特回来以后 应该很着急地将那丫头藏起来了 约瑟夫派一部分神兽去搜索蒂娜的下落 以我的了解他肯定不会乖乖躲起来 如果周围也没找到的话 就一定是某些人在跟我耍什么手段 就当阿代拉要去见陛下时 他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没有那个必要了 我就在这里 阿代拉你真的找到了巴拉罕的后裔啊 阿代拉见此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你还记得这个吧 我已经完成了与您的约定 是的我怎么会不记得 你很棒我的女儿 你完成了皇族长久以来的夙愿 我真是为你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 但是我还感到有一些伤心 我原以为只有找到巴拉罕的后裔 才能巩固皇族地位实现和平 但是我错了阿代拉 我太晚才明白与神兽们和平共生 才是真正的和平 这才是一条可以守护国民的道路 所以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阿代拉 国王对阿代拉彻底失望 当他剑指巴拉罕时 阿代拉竟挡在了他的前面 国王剑慈很是惊讶 快让开公主我可不想伤害到你 陛下请您放下手中的剑 我也不想伤害陛下你 陛下你没有做错 神兽们始终是会给国民带来危险的存在 如果帝国想要获得完美和平生活 就必须要利用巴拉罕的后裔 我一定会证明这一点的 可国王刚想开口 神兽竟突然扑向国王 阿代拉和巴拉罕也借此逃离了这里 阿代拉始终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陛下和我没有错 只要证明这点就可以了 只要证明了就能像过去一样 可阿代拉想到这却突然停住了 我还能回到过去吗 郊外的马车上 蒂娜还在不停尝试解开绳子 她已经挣扎了一路 应该马上就可以挣脱了 但实在是太疼了 不知道马约特回去了没有 虽然被打晕后一清醒过来 我就让马约特去了拉尔特那里 如果阿代拉先回到了皇宫 那他们就很难马上赶来救我了 要是我就这样被抓走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被疲务利用 想到这蒂娜的手也正拖开了 伴随着马车停下的声音 蒂娜的窗帘也被拉开了 公主殿下先下车吧 您需要另一辆马车 蒂娜深知她不可以继续远离这里 我问你们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在你回答我之前 我是不会到任何地方去的 公子现在正忙于其他事务 无法前来与您会面 简直放肆 你们现在绑架公主还不够 连公主的命令都置之不理了吗 谁料是从镜向蒂娜拔刀倒 我们也不想对您造成任何的伤害 请您下车 蒂娜和蒂娜再次相见 蒂娜的情绪也在这一刻爆发了 这边蒂娜面对侍从的逼迫 无奈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可就在侍从准备服蒂娜时 却被蒂娜一下击倒在了地上 居然真的有用 学习防身术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蒂娜要尽可能跑得远一些 被抓到的话这次就真的完了 可蒂娜下一秒就被一只手抓到 同时还传来了熟悉声音 是我蒂娜你没事吧 蒂娜回头的那一刻瞬间哽咽了 只见她猛地扑到埃蒙怀里 蒂娜你有没有受伤啊 这该我问你有没有事才对吧 我本来是想要去找你的 结果却被皮鲁给绑架了 我想快点去找你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怕阿代拉会加害于你 埃蒙听后抱得更紧了 阿代拉没法对我怎么样 你忘记了吗 在整个帝国整片大陆 我可是最强的 话说是那些家伙绑架的你吗 快说要是不说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他们也只不过是听从皮鲁的命令行事 那你稍微转过去一下 这种程度应该没问题吧 阿代拉这边有些发懵 国王对她说的话不停在脑海中闪过 就在她强忍着情绪时 巴拉罕这边的搜索结束了 皇宫内到处都没有寻找到 蒂娜公主的踪迹 而且这间房间内蒂娜公主的气息很淡 她应该已经有半天以上 没有来过这间屋子 就在阿代拉明白了什么时 后面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了 谁敢相信 曾经对阿代拉死心塌地的皮鲁 竟然会对她拔刀向下 这边伴随着巨响 拉尔特也宣布出兵压制皇宫内的神兽们 可就在阿代拉的观察下 皇宫上下竟都没有出现蒂娜的身影 此时的她心都凉了 谁料约瑟夫突然给阿代拉披上衣服 我看您有点冷呢 只见约瑟夫吞吞吐吐吐 可还没等她说完 后面便又传来巨响 原来您在这里啊公主殿下 我看到你突然消失了 还以为你逃跑了呢 那怎么可能呢 我只是为您和陛下留出了谈话时间而已 正如你所说 我们到处都没找到蒂娜的身影 皮鲁刚想说话却被阿代拉把乱 够了皮鲁 我弟弟其实很聪明 如果拉尔特没有把蒂娜藏在皇宫 那么她的下一个候选之地 就是神兽的聪明 但那里现在已是有 众多野兽操纵的危险之地 这样一来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就应该是她自己身边 但蒂娜并不在那里 所以说一定是有什么人在这中间 偷偷地将蒂娜给带走了吧 这到底是为什么皮鲁 难道你到现在还放不下 对蒂娜的迷恋吗 皮鲁的脸一下就变了 公主殿下 您不是也一样 无法放弃那份迷恋吗 你别胡说八道了 回答我的问题 只见皮鲁一脸微笑 您知道我这段时间 为什么一直跟着呢吗 最初我只是单纯的 想跟着成为皇帝的人 能得到不少利益 但是到了现在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做皇帝 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会不会更好呢 而且公主殿下 您确定自己吞下的魔晶 是真的吗 谁能想到 阿代拉运筹帷幄几时 最后却被身边人解决掉了 公主殿下 凡事都要留一手 我明知道拥有高贵血统的 您会为所欲为 所以凭什么要把 真的魔晶石给您呢 真正的魔晶石 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你最好待在那里 不要动 如果我死了 你也活不了 现在一切都要快 结束了公主殿下 念在这段时间 与您朝夕相处的情谊 在这最后的时刻 我会将公主殿下 送回您最留恋的家人身边 伴随着皮鲁说了声再见 阿代拉也被她 从窗户上推了下去 此时的阿代拉有些发懵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局吗 我只不过是想要 得到大家的认可 结果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也许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 现在我只想好好休息 伴随着一声巨响 国王竟然接住了阿代拉 可阿代拉伤的还是不轻 约瑟夫见此都懵了 现在走吧 我们必须在各地的援兵 到达这里之前掌控皇宫 你也疯了吗 魔晶石真的在你那里吗 答案不是已经摆在眼前了 阿代拉公主已经坠落身亡了 而你还好好的活着 所以别再犯傻了赶快行动起来 不过该怎么办 现在那块石头 只存在于你一个人的肚子里 皮鲁见此都懵了 怎么会这样 你以为凭借这种东西 就能够操控我吗 竟敢这样对身为神的我 软弱的人类竟然妄图 将神明玩弄于鼓掌之中 还伤害了继承我力量之人的女人 真是令人不快 巴拉罕苏醒将皮鲁杀害 帝国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边巴拉罕也多亏了皮鲁 他才能占据这部躯体 只见他俯视帝国 真是久违了这夹杂着哀嚎的血腥 拉菲也你错了 人类现在还需要像我们这样的神明 伴随着人们的尖叫 蒂娜和埃蒙赶到了帝国 巴拉罕见此微微一笑 这令人生厌的缘分 难道还在继续着吗 此时的蒂娜还在自责 如果我再早一点到达的话 能够阻止这场战争吗 要是更早一点阻止阿黛拉的话 只见埃蒙说道 我把你送到拉尔特那里去 你和拉尔特待在一起 我去找巴拉罕的后裔 这里还残留着他的气味 埃蒙看起来也很痛苦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 所有人都深陷痛苦之中 谁料突然有个声音传来 只见拉尔特气喘吁吁的 伸手就将蒂娜抱进怀里 你没有受伤吧 还好你平安无事真是万幸 蒂娜听后也笑了 幸好你也平安无事 就当埃蒙询问皇帝以及阿黛拉时 还没等拉尔特开口 巴拉罕的声音响起了 已经死了 真是死得毫无意义 就像是前世的你一样拉斐炎 蒂娜有些犹豫地叫出巴拉罕的后裔 可她却吃笑了一声 你说后裔 难道你成为人类之后 连洞察力都消失了吗 我就是巴拉罕本人 别在那说胡话了 你之前一直提及的太古之神拉斐炎 已经消失很久了 蒂娜不是拉斐炎 她只是布罗蒂娜而已 巴拉罕和蒂娜再次相见 蒂娜则直接用上古神剑刺向巴拉罕 这边看着眼前的埃蒙 果然那时候就应该解决你的 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你了 蒂娜在后面大喊道 埃蒙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 尽量避免与神兽交战 我们要制服的是巴拉罕的后裔 伴随着战斗的嘶吼声 拉尔特也把蒂娜护在身后 虽然现在的局势两方看起来不相上下 但战斗的时间越长 情况对我们就越不利 蒂娜见此有些犹豫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只能站在这里旁观吗 刚才巴拉罕对自己说的话 还有之前做过的梦 不停在蒂娜脑海中闪过 不对我不是拉斐妍 我现在在这里一点用处都没有 只能像这样无阻地看着 这算什么太古之神 伴随着埃蒙的喊叫 巴拉罕也走到了蒂娜身后 拉斐妍你果然还是跟过去一样 因为找回了过去的记忆都流泪了吗 你感觉怎么样拉斐妍 你也一样吧 作为一点神力都没有的人类重生 所以才没有了神的记忆吗 我很想知道你变成了 当初期望的人类感觉如何 真是无谓的挣扎 此时的蒂娜充满自责 即使你不催我 我也会马上将你处理掉的 你再稍微等一会吧 现在我和我姐姐之间的谈话还没结束 谁料只听扑斥一声 蒂娜竟把神剑插到了巴拉罕身上 埃蒙遇上大麻烦 蒂娜将巴拉罕彻底惹怒了 伴随着地内捅向巴拉罕 此时的她生气极了 你还是这样固执 即便如此我也绝不会放弃 我本以为精神入侵后 身体也会变回神的身体 但现在仅仅是被刺伤就变成了这样 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抢过那把剑的 但不管怎样只要我尽快结束这一切 谁料埃蒙突然将巴拉罕咬住 伴随着巴拉罕的阵容 其他神兽也朝埃蒙扑去 你要心存感激 都是托神兽的福 你的胳膊才能完好无损 你这个低贱的野兽 或许现在就是机会 我马上就去救你 你再稍微等待一下蒂娜 此时蒂娜刚缓过来 却看见埃蒙有危险 现在可不是这样坐着的时候 就在这时蒂娜看见了拉菲延的剑 可蒂娜刚想站起 又一个踉枪倒在了地上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行 就在这时蒂娜想起了神力 蒂娜一下就明白了过来 瞧你现在这副狼狈样子 又让我想起了从前 那时我没能了结了你 而今天将是你生命终结的日子 要怪就怪你贪图神的力量 你不要埋怨我 埃蒙见词有些束手无策 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生想 贪图神力的人到底是谁呢 只见蒂娜抓住巴拉罕的手 贪图神力的人不是女王 蒂娜成功保护埃蒙 可她却被巴拉罕的宝剑刺伤了 这边蒂娜拉起巴拉罕的手 没想到蒂娜真的可以吸走神力 就在巴拉罕挣扎之中 埃蒙在后面一跃而起 一下就把巴拉罕与蒂娜分开 只见巴拉罕瘫坐在地上 蒂娜还在怀疑我真的将她的神力吸走了吗 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啊 幸好埃蒙没事 蒂娜一下就扑到了埃蒙的怀里 二人越抱越紧 蒂娜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守护住了埃蒙 可就当蒂娜抬头时 却看见巴拉罕正缓缓向她靠近 伴随着一声巨响 蒂娜也倒在了埃蒙怀里 巴拉罕在一旁赶出万分 你的结局还是和过去一样 此时的蒂娜看着埃蒙竟然笑了出来 只见她缓缓抚摸埃蒙的脸颊 我好像快要不行了 听好了我的豹子 我的猫咪 遇见你之后的所有瞬间都是那么美好 我是如此的深爱着灿烂耀眼的你 我很庆幸能够守护你 也很高兴我的生命能够为你聚好 所以说呀猫咪 你也一定要幸福 保重我可爱的猫咪 话音刚落蒂娜的手便捶了下去 果然消灭拉斐炎并不能够恢复我的生命 虽然很烦但是没关系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谁料伴随着巨响 拉尔特把长剑刺向巴拉罕 别在那里吃心忘想了 巴拉罕始终也没有想到 她的结局竟是这样的虚无飘渺 埃蒙和拉斐炎再次相见 可此时的埃蒙却对她有所防备 这边蒂娜倒下后 埃蒙的泪水是止不住的流淌 可就在拉尔特伤心之时 却听到了地上宝剑的嗡嗡声 她一下就想起了阿黛拉说过的话 那是太古之神赐予的宝剑 只见她连忙上前道 埃蒙大人你快看这个 这把宝剑在巴拉罕嘶吼 她仍然散发着光芒 而且如果布罗蒂娜真的是太古之神 拉斐炎转世的话 我想这把剑应该能够做些什么的 只见埃蒙拿起了那把宝剑 谁料突然有声音传来道 终于见面了我的猫咪 埃蒙刚想喊蒂娜的名字却又停下了 你是拉斐炎吗 你说话的语气还是没变的 我觉得你总有一天会守持我的宝剑 于是我就将我的意志留在了这把剑中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因为就算是用这种方式 我也依旧能看到你 谁料埃蒙突然把剑合上了 我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个神兽 没错这孩子也只是继承了我的力量 并不是我 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会给你力量到泉水那边去吧 之前经历的画面 不断在埃蒙脑子里闪过 只见埃蒙猛的睁开眼睛 去那里的话 你会得到你所期望的 你一定要得到它 只见埃蒙突然抱起蒂娜 这一世你一定要幸福啊猫咪 埃蒙费尽所有神力将蒂娜救活 可她却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这边埃蒙带着蒂娜来到泉水前 神兽会定期在这里举行仪式获取力量 但是埃蒙每次来到这里 都会变得有些奇怪 事实上她来到这里 就是在进行无法获得能量的仪式 你还记得那时候吗蒂娜 就是之前你因为担心我 来到这里找我的时候 你还因为我当时不屑一顾的反应 而问过我那个问题 我那时候没能详细地向你解释 我只要一来到这里 情绪就会变得激动 我想大概是因为 拉菲岩将力量给了黑豹的缘故吧 但是你给我的力量 却一次都没能让我守护住你 就像过去一样 我又一次让你经历了死亡 让我来救活你 对不起我总是让你经历不好的事情 这一世你一定要幸福快乐地活下去 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爱上我 还有我爱你蒂娜 这边蒂娜又闻到了熟悉的水的味道 像是在哪里闻到过一样 你从刚刚开始在想什么呢 也不说话 对不起猫咪我忽然想到一点事情 你知道吗 据说人类之间都存在着命中注定 其实我们彼此在这一世消失了 那么在重生之后也还会再一次相遇 我们就像现在这样一直在一起不就可以了 万一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下一世再下一世 我们都一定要再次遇见 我可爱的猫咪 万一你下辈子不认识我 我也会一直等着你的 蒂娜在泉水边再次苏醒 可爱蒙却再也不认识她了 这边蒂娜看见哀蒙眼泪一下就躺了出来 但她和平时的哀蒙不一样 还没瞪蒂娜反应过来 哀蒙就突然从蒂娜面前跑开了 这边拉尔特也准备好摩金石 将这个吞下去之后 我念咒语你就会与我签订契约 虽然签订契阿约没有比摩金石更好的 但桑迪还是一脸不情愿 在哈拉的催促下 二位也同时将摩金石吞下 现在我的生活就掌握在人类的手上了 但是得意于此 以后不会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了 在经历过上次的事件之后 神兽们认为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赎罪 所以他们自愿归顺于人类 就这样人类与神兽签订了契约 我向他们承诺不会再去寻找巴拉罕的后领 皇宫内的人也放下一只悬着的心 开始重新找回昔日的生机 还有阿黛拉 只见国王对他说道 你的身体都恢复了吗 幸亏陛下拼尽全力接住了他 虽然没有出什么大的事故 但是他的腿不太行了 托宁的扶身体已经好多了 对不起阿黛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谁料阿黛拉听到这彻底崩溃了 其实我的身体已经破损不堪 到底为什么您还要救我 只见国王抚摸阿黛拉脸说道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五条物因为太强了 只能被封印 五条物经过激烈的战斗 此刻已有了一丝疲惫 而下游杰直接抓住机会 丢出了玉门浆 在这个世上没有玉门浆封印不了的东西 玉门浆是活着的结界 是原性合上原基后的肉身所变 不过用玉门浆进行封印 也是有封印条件的 那就是在玉门浆开门后 让五条物在半径四米的封印范围内 停留一分钟 漏狐等人听后当场傻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方可是五条物啊 漏狐直接怒道 信不信我烧死你 你小子该不会就是为了 把这没可能的难题 推给别人来解决 才和我们联手的吧 让五条物在封印范围内待一分钟 可是比几千个普通人的 一声痛痛加在一起都难办得多 下游杰淡定地说道 漏狐你先别激动嘛 虽然说是一分钟 不过是五条物脑内的一分钟罢 伴随着一声开门 玉门浆的结界瞬间打开 五条物就这样和玉门浆的眼睛对峙着 可下一秒 下游杰就走了出来 和五条物打着招呼 五条物当场愣住了 下游杰不是在去年的时候 被五条物亲手杀掉了吗 这是假冒的 或者是变身术 然而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六言否定 这就是下游杰本人 五条物的脑海内瞬间浮现出了 和下游杰整整三年的青春 就在五条物回忆的刹那 大脑内的时间早已过了一分钟 玉门浆的封印直接发动 五条物瞬间反应了过来 可是已经晚了 下游杰此时还调侃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呀 怎么能在战斗中胡思乱想呢 而五条物此刻已经感觉不到体内的咒力 全身也没有了力气 这是被将军了呀 不过五条物现在只想知道 眼前的下游杰究竟是何人 不管是肉体还是咒力 通过五条物的六眼得到的情报都表明 眼前的人就是下游杰 但是五条物的魂却否定眼前看到的一切 那么下游杰究竟是谁 下游杰见状也不装了 直接拉下了脑袋上的缝合线 拿下了头盖骨 五条物看的是只咬牙 原来有种术师可以通过移植大脑来交换肉体 当然也就可以使用肉体本身所有的术师 尾下游杰早就眼馋下游杰的咒力操手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在此刻将你五条物进行封印 谁叫你当初没把下游杰的遗体交给哨子处理 因此尾下游杰才可以搞到下游杰的肉体 下游杰继续调侃道 你不用担心封印会解除的 要等到一百年 不对 大概是一千年后才可能解除了 都怪五条物你太强了 会妨碍到我的目的 哈哈哈哈哈哈 五条物出生之日 也就是最强的诞生之日 因为五条物刚出生便拥有了六眼 震撼了整个咒术世界 本来老太婆和浓眉哥都是非常的自由 那个年代的咒灵让术师们自顾不暇 只要诅咒师们周旋得到 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 轻轻松松的大转特转 诅咒师都过着自由惬意的生活 直到浓眉哥俩接到了刺杀五条物的任务 当时五条物的赏金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亿元 浓眉哥俩都很兴奋 想立马杀了五条物 可是当他俩远远地看到五条物时就震惊了 因为害怕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五条物只是一个眼神 便让两人害怕不了 也让两人明白了 为何近年来咒灵们的力量在逐年增强 都是因为五条物的存在 试者生存 只有不断变强 咒灵们才能苟且偷生 五条物的诞生 改变了整个咒术世界的平衡 曾经的诅咒师们都是那么的自由 可是却被五条物无情地剥夺了 虎杖二人联手对浓眉哥发起了攻击 虎杖凭借着强大的身体素质 直接和浓眉哥打进深战 而浮黑则召唤是神魂配合虎杖的攻击 不过浮黑心里苦 比起对付敌人 配合虎杖的攻击要更加累人了 不过两人还是将浓眉哥做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是浓眉哥只是晃了晃脖子 毫发无伤 随后从怀中掏出砍刀 幸好虎杖反射神经经营 迅速地闪躲开 而浮黑则趁机让飞天蛤蟆将浓眉哥束缚住 紧接着便将浓眉哥摔飞了出去 可虎杖二人就头疼了 欲犬魂的攻击连花玉都能抓伤 却对浓眉哥没有丝毫作用 虎杖的攻击也同样如此 浓眉哥是一点是都没有了 浓眉哥也不再一味地防守了 开始主动展开攻击 多年来的自由被五条物剥夺 心中早已压抑了多年 此刻彻底释放了出来 局面瞬间反转 虎杖和浮黑直接被压制了下去 只要浓眉哥还活着 就要尽情地蹂躏弱者 虎杖此刻着急了呀 说好的尽快服出对手 可这浓眉哥到底是什么鬼呀 这抗打击能力强的离谱 而浮黑却觉得 这应该是和浓眉哥的术实有关 难道能攻击无效话 于是浮黑试探性地说道 五条物已经来射骨了 识相地就快把杖放下 逃命去吧 浓眉哥直接笑道 刚刚不是你们自己喊的五条物被封印了吗 所以诅咒师才敢在公众场合随心所欲活动呢 要是五条物还在 大家早就躲家里睡觉了 不过浮黑也因此确定 这浓眉哥肯定打不过五条物老师 所以对方的术实肯定不是攻击无效话 浮黑很快就有了应对之策 召唤了大量的兔子向浓眉哥戏曲 同时拉着虎杖开始撤退 浮黑此时已经完全看穿浓眉哥的术实了 此刻浓眉哥已经被兔子团团围住了 浓眉哥暗想 难道对方是想拖住我 然后趁机距离来一发大招 就在此时 浮黑主动解除了术实 消失了身影 然后浓眉哥头顶降下了一个巨蜘 正是浮黑骑着满向将浓眉哥压在了下方 可浓眉哥肌肉鼓起 应声生成住了满向的重量 可没想到浮黑再次解除了术实 浮眉哥见状说道 是男人就干脆点 可浮黑却说道 你说的那种不是我负责的 说完指向了虎杖的方向 只见虎杖表演起了徒手丢轿车 这究竟是啥怪力 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啊 不过这对浮眉哥来说 也不起丝毫作用 直接将轿车丢了出去 而浮黑则趁机发动了攻击 浮眉哥暗倒 难道这小子也开始全力进攻了 那这太好了 此时虎杖全身充满了骤力向浮眉哥起来 难道这就是虎杖的必杀一击了 浮眉哥非常兴奋 因为浮眉哥的术势就是强弱颠倒 每当浮眉哥遭受攻击时 越是强力的攻击 伤害就会越弱 而越弱的攻击 伤害则会变得越强 至今为止 还没有人能向浮眉哥发动必杀一击后 躲过浮眉哥的反击 虎杖二人越是拼命越是迎不了浮眉哥 可浮黑早就看穿了浮眉哥的术势 虎杖因此认为弹脑门就可以解决战斗 可这当然不行 太弱的攻击也没用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强弱颠倒 那浮眉哥就会在术势发动的瞬间 被空气等阻力消灭 既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就说明进行强弱颠倒的攻击是存在上下限的 浮眉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至于术势效果跟斩击 可以在释放强弱颠倒的同时 用骤力进行防守 所以关键是 要将很强的攻击 跟弱一些的攻击 同时灌输给浮眉哥 所以虎杖二人此时凸显气势来麻痹浮眉哥 首先是让飞天蛤蟆来攻击 接着就一口气将浮眉哥揍给 而这次的攻击果然对浮眉哥奏效了 浮眉哥不再淡定了 大声道 区区这点程度 别给我得意忘形了 这时虎杖全身再次充满了咒力 向浮眉哥袭来 可是却在快打到浮眉哥的时候 虎杖却停住了攻击 随后才爆发了伤害 虎杖巧妙地打了个时间差 让浮眉哥根本没法防御 至此 虎杖二人完胜浮眉哥